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作业新闻奖在国内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媒界还有学术界的指标 第一场要先邀请作业新闻奖基金会的执行长邱嘉宜博士 来跟我们谈一谈媒体垄断防止的过去和现在 我要先请执行长来前面 谢谢 过去我们大家一起在街头上活动 现在要接着请你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就把石砖发给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还不太习惯就是第一次网路直播的经验 是不是第一次我不太确定 但是很少有这样的经验 今天是沃槽在这边帮我们大家服务 就是那个前面的朋友 好那基本上就像那个嘉宰刚才讲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这个法律非常的重要 事关我们不是只有事关产业 事关所有看电视的人 或是也不只是看电视的人 事关所有在手机上接受语音讯号的人 那这个大家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你会受这个法案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希望就是说大家都一起来关心这个事情 公民社会的进步其实要靠大家的参与 好那那个我在这边其实说因为这个时间这么早 那不论是来参与讲的人或是听的人 都这个非常的那个 非常的赞 说自己非常的赞 好那就是说我只是被那个 就是沃槽来这边帮大家热场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那我们这个台湾有媒体垄断吗 那媒体垄断过去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 好那然后帮大家这个就是 就是先有个脉络 有个脉络 好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媒体垄断不是起自今日 你看我们这边从1947年开始 1947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二二八事件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整个台湾的媒体就进入了一个高度管控跟这个戒严的时期 那我们大致上还是要分一下 因为电视 就是就是纸媒电视跟广播还是不太一样 那虽然彼此关联 但是精确的来讲 大概纸媒的部分党报官报军报 大概从1947年就是我刚刚讲的二二八之后 然后到1988年报警解除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 那老三台就是电视的部分就是老三台 那个五年级以上的人就很清楚 就是1962年开始台式开播 就是台湾开始有电视台开始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TVBS开播 1993年 民事还没有 民事是1947年 但是TVBS就是先开始 那就是台湾的这个老三台的垄断被打破 也是你看差不多有这个三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广播电台的部分大概就是 也是从1947年开始 然后到1993年广播频率第一梯次开始 一直到现在开放的十个梯次 大概这就是党国媒体垄断的时期 这个是在这个是这样子 让大家了解一下 但是这个党国媒体垄断时期 大家当然知道台湾解研 人暴禁解除 然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运动开始 整个社会改变了 那当然这个媒体的景观也改变了 但是呢 媒体垄断 政治的力量撤除了之后呢 就是手慢慢的被这个要求要离开了之后呢 可是呢 诶 好景不长 可能有短的时间 百发齐放百家争利 可是很快的你会发现 那当然我们就不讲报纸的部分了 我们现在就讲这个电视的部分 但是新的寡站来了 那我们就先讲一下有线电视 就是第四台嘛 我们1993年TVBS TVBS不是用那个雨谷天线看的嘛 TVBS是用这个有线电视看的嘛 那他走有线电视 所以当然那个时候有碟子 碟子那个部分就太复杂了 我们就不讲了 后来碟子很快就消失了 后来就大家都走这个Cable的这个通路 来看这个这些卫星电视台 好 那1993年通过了有线电视法 那就开始本来其实在这个之前 就有所谓的非法第四台 大家偷拉线什么的 可是好 那1993年开始他就纳入法律的规管 我们算是他正式进入合法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家很多家 大家地方角头各自为政 然后这样进入激烈诟病的战国时代 好 那我们就有长话段 说进入到NCC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说那过去新闻局时代 他有非常多的政治考量 在规管媒体的时候 包括这个在立法院我们都讲说 有什么什么条款 你在修电视法的时候都有什么什么条款 那个集团的名字在里面的那种条款 好 那我们就讲说那台湾的民主化之后 然后这个慢慢的法治 就是说国家的这个体制 越来越上轨道之后 那我们就说好 那NCC成立了 好 那但是NCC成立的时候 那个战国时代已经进入 就是说这个进入到这个某种程度的 我们说两大 一中三小 好 这个是NCC的这个官网上的资料都可以找得到 好 这两大 就是东森中家 一中台湾宽敏 两小 富洋台 基本上有个基短 好 那么这个所谓的恐怖平衡时期 进入了从2016开始一直到现在 这叫2016年 好 大家等一下最近几周有一个戏剧性的发展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再跟各位再提到 到了2016年的时候 大致上维持这样的版图 但是呢 这个版图 老版有变化 好 版图没有变化 但是呢 这个老版有变化 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几个两大一中两小呢 就是卖来卖去 那当然我们就发现说有卖给外资 像这个凯博就是卖给外资 那这个就很复杂 我们就这个 不多解释 那简单的讲就是中家凯博 然后这个之前就是东森 然后被外资买去 台湾宽坪 台湾固 台湾数位光炫 好 好 那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就是说台湾 也都被这个 富邦买去 就是凯博 富邦集团的凯博 所以其实 表面上是两大一中两小 但是其实上应该说是 这个其中的一大一小是同一家 所以凯博台湾 所以他基本上31全国最大 到去年为止 或是到几个月之前 大概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 这就是新的寡占 我们并没有 这个 我们台湾的媒体声带并没有脱离 就是 从垄断 短暂的之后就来的寡占 这就是我们有线电视产业的台湾经验 好 那这个寡占的规则 他们是怎么 怎么形塑这个规则 非常的复杂 但是简单的讲 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 频道家族与有线电视系统集团联盟 好 他这个 因为他们有好几家 然后有的是频道比较大 有的是系统比较大 那他们怎么样 就是说 少数几个老板 那他们就讲好说 怎么样来极大化我们的利益呢 那极大化你这个利益哪里来的 其实就是从消费者 从你我身上来的 你不要少看一家 一家几十块 一家几百块 全台湾的人 那就是很多钱 好 那系统兼引频道代理业 透过频道上架壁垒 与授权差别待遇 好 我再解释一下 他一方面保障了集团中的频道业者 透过系统集团联手抵制的力量 就是好几个系统我们讲好了 他让不属于集团的业者 或具有威胁集团业者潜力的频道 无法在大多数的有限电视系统上上架 就是说 他因为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他们讲好的这样子的一个默契 比如说呢 像林之音的一电视他就没有办法上架 就是他在卖给令台生之前 他没有办法在台湾的有限电视系统上架 就是完全 你看我们都觉得林之音好厉害 对不对 苹果日报 那个一周刊 就是横扫台湾 可是呢 他就是在电视这一块 煞于而归影 可见这个联盟 他的这个巩固 他的这个力量有多强 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透过频道拒绝授权 给新加入的内容平台方式 使新加入的平台业者 无法取得观众喜爱 及习惯收看的频道 来保障集团内系统业者的寡占位置 以及频道在授权费上的溢价优势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属于我的频道 不是属于我们系统里面 你没有跟我们做利益交换的这个新的频道 你就 或者是说系统 你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所谓的 stakeholder 这样的一个玩家的这个圈子里面 所以就好像你看MOD拿不到有线电视的频道 所以MOD在早期的时候发展非常辛苦 因为他没有频道大家觉得好难看 虽然他很便宜 可是没有人要看 一直到后来慢慢慢慢的 就是这个状况才改变 还有像那个你也发现 新的系统商除了MOD 中华电信他没有办法之外 全国数位他也没有办法进来 因为那些这个频道代理商 频道代理商 那频道代理商其实就是这个系统业者在经营的 就是兼营的 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 那他被要求 就是说你新的系统进来 你要我授权费要给你很贵 你可能才有一千家的订户 可是我要要求你 你的经营区里面百分之十五的人口 你这是你的你的入门的价钱 所以全国数位就被哀哀叫 这个大概是去年的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争议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频道家族 有些电视系统的这个集团联盟 他们在这个巩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生态上面寡债 或者是就是某种程度垄断了这个 这个产业的利益 这个产业的利润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我刚讲的那套东西 其实很多的学界的朋友 我们在座的老师们 很多的这个有识知识们都提出来 其实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了解 我们其实不相信规管的官员不知道 但是规管的人他有很多的考量 那他的考量是什么 我们也许也许猜得到 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我们其实也都建议 那我自己本身当然也建议过 建议过说 如果我们要打破此一牢固的链接 就是必须要规定系统业者不能经营频道代理业务 也就是说频道必须一个一个的 跟系统一个一个的去谈 而不是现在他们在前面我讲的那个联盟的状况之下 很多的系统业者他有频道代理公司 频道代理公司掌握了几十个频道 然后他们去做一种就是交换的 就我们讲好了 我们就是这样 你的频道上我的系统 我的频道上你的系统 然后呢我们不让别的系统进来 我们也不让别的频道进来 那这样子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这样子会发生就是说别的系统进不来 这些系统就是瓜分了台湾所有线电视的利益 那别的频道进不来 那这些系统商所建议的频道代理商 所代理的频道 那他们就在这个圈子里面 他们不用担心新的好的频道 优质内容的频道来跟他们竞争 因为不论你频道再好 内容再优质 你进不来就是进不来 就是用这种黑道白道化的方式 有时候开玩笑 就是说看起来是白道 为什么感觉像黑道一样的方式 我话讲的很直接 很刺激 但是我认为某本词上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是说绑架了台湾的消费者 收视的乐听人 那这个游戏规则 我们基本上认为说 你就是打破嘛 你就让他们不要这样子玩 可是没有用 我们讲了很久 好 但是终于 往往程度上 他们终于听到了 所以在NCC 现在反垄断法的草案上 往往程度已经纳入了这个精神 那他们是用什么方式 就是说 这些业者他不能同时经营三种以上的项目 那这项目里面有包括频道代理商 过去频道代理商是完全是法外之名 也就是有线电视法管不到他 卫星电视法管不到他 因为在他的法律里面 没有频道代理商这个名词 那这个名词 法律没有 但是业者自己发明了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呢 却是整个这个联盟 这个游戏规则的一个枢纽 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 法律没有这个名词 非常微妙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在 在这个控制着 这整个产业的 运作的这个关键 可是完全没有法律的规管 这非常奇妙 对不对 好 那所有呢 所以他现在终于 终于开始做这件事情 可是呢 已经时不我语 意思就是说 当他想要开始出来 在游戏规则上 取得主导权的时候 时间上已经 整个事情已经有了变化 所以我们觉得 觉得官府好像没有 好在民间的后面 来 那我们讲到这个媒体垄断 我刚刚是讲 有线电视的垄断 那我刚刚又讲了很多 为了解释这件事情 他们是怎么 这个mechanism是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要再回到 这个垄断的这条线 那旺旺三周旺 是一定要介绍的 我们刚刚讲的是 这个有线电视的寡战 但是我们要讲到说 跨媒体的 跨媒体的 这个垄断或寡战 大家就有注意 就是什么叫跨媒体 就是说 他又有纸媒 他又有电视 他以后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东西 好 那在这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旺旺三中案 旺旺三中案 什么叫三中 就是中国时报 中视跟中天 中天 中天电视台 在2008年的时候 本来是瑜伽的 我们都知道 中国时报 这个 这个 余建新 但是他们后来 这个 旺旺 花了很多钱 把他买下来 那黎智英 那个时候也想买 因为黎智英 那个时候 他就很 因为他苹果日报 在海外做得很好 他就觉得他要大奖功夫 可是他这个 就是钱不够 没有这个 没有蔡英多 所以他们就被击退了 然后可是呢 那个时候因为民间的声浪 因为这个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 有很多的看法 包括这个 多元性的问题 包括这个 中资的问题 所以后来NCC的 这个 在审查的时候 他们就 有了一个 比较高标准的 一个 一个就是 好我让你通过 可是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 包括独立编审 运作分开 要有倫理委会 而且如果 中市有外资 入资的话 因为 无线电视台比较严 还不能有外资 除了入资之外 还不能有外资 那中天如果有入资的话 他就要 可以撤销此案 那被要求的单位 非常的不爽 他就 结果就 寄了很多 纯正信函 然后给很多人 也就是说 只要认为说 你这样做不对 你这样做不好的那些人 是哪些人呢 就包括 这个 哪些人 我没有列出来 就包括 很多的 什么 郑修林老师啊 然后那个 田席如啊 然后那个 季邪的人啊 然后这个 曲海元院士啊 反正只要是 提提他们的人 学者 记者 然后这个 文化界的人 都被记纯正信函 好 那 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谁给他出了主意 叫他这样子做 他一方面 记纯正信函 给说他 不对 不要这样子的人 然后二方面他要 去高分细细 好 那结果呢 就引起了大家的 欸 愤慨 因为我觉得 台湾的社会 已经是走到了 当时的一个 时间点的时候 已经不容许 这样子 就是要掐住 捂住别人的嘴巴 掐住别人的喉咙的 这样的事情 所以 空前的 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让大家非常的 呃 呃 怎么说 睁大眼睛的 好 这样那个传播学界 他在 呃 2006月的时候 呃 业界跟学界 都展开了 联署跟郭域 然后 大家看一下 学界的这个 三天之内 有两 23个学校 超过150个学者 好 传播学界 传播学界 联署 是新闻传播史上 台湾新闻传播史上 对最大规模 学者串联抗议行动 然后 然后业界也是一样 季协开了记者会 业界联署 那这个 胡元慧老师 现在就坐在台下 就在 胡元慧老师 好 那就是现在这个 引起了台湾的 这个社会的公愤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 就是说他继续想要这个跨媒体 他没有成功 不是他成功了 就是那个 三中案 他成功了买了 这个 这个中时 中天 中式 然后 但是这个他要告大家 他要这个 寄存证信案给大家 那大家就给他 给了他一点 这个怀疑颜色 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除了买了电视台之外 他还要买有线电视的系统 那这一次大家还是认为 这个人不太qualify 或是说这个跨媒体的集中度有问题 大家又出来检视他 又出来质疑 那这个是台大的林毅云老师 还公愚团体 我们在这个NCC的那个审查里面 在审查外面就在演行动剧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 到了2011年了 那大家的反对声量很高 这样NCC也不得不 就是顺应民意 他就采取了比较高标准的检视 那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还不只是小规模的行动剧 还有大规模的这个街头 那这个是在2011年的 九一记者节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周校动物四段的时候 这个是从这个制高点照下来 这个是苹果日报的截图 很模糊 但是我只找到这一张 大家看到那个 左上角那一张 都是张启华老师 站在这个指挥车上 还有技协的会长陈晓宜 张老师也在会场 所以这个事情 你看我们这个 参与的这个广度 还有这个民间社会动员的 深度和广度 都是空前的 我们在反媒体垄断 而且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个林飞帆跟陈威廷 就是这个有流行 很重要的这个组织者 还有黄柏昌老师 后来这个运动 其实跟后来太阳滑运动 有着很利切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 在公民运动的这个面向上面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好 那不只是有有些电视的垄断 到了2016年 还有一直下来就是这个 跨媒体的这个资本 想要去减弱台湾的媒体 多元性的这个问题 好 好 那现在那我们就再回来讲到说 好 那现在的状况走到了什么 什么情形呢 就是说 呃 我们刚讲到说 呃 到了2016年是这样子 可是 目前的状况有了一个变化 那不过刚刚那个中江 后来他就没满城 好 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 他就没满城 那就没满城 好 好 那故事说到这里 我们就再回来讲说 呃 现在的状况有了改变 好 我们不是讲说NCC的法规的制令 一直落后 在民间的这个 呃 脚步之后嘛 好 那结果这次也还是落后 好 因为这个业者呢 他们决定要抢得先机 他们决定要在这个变化里面 他们要取得 呃 进攻的先机 好 怎么讲呢 因为这个影音再聚 所以内容序位 网络化 已经是多元了 好 大家不是在坐在电视机前面 收看你这些内容 那么原来的他那个平衡 就是原来他那个丙是最大的 好 那那个丙是 他们已经去Max 嘛 他们的利益 好 可是后来慢慢的 你看大家就不定有线电视了 有的看漏地 有的你就看手机了嘛 看电脑了 所以这个慢慢他的获利就缩减 他的这个平衡 好 慢慢的就开始破坏 好 那我认为 好 因为业者是 他这个是事关他的利益 所以他已经算过了 什么时间点要开始采取这个动作 为什么是现在 不是去年 不是明年 而是现在 当然修法是很重要 我刚刚提到说 那个媒体多元的 这个什么法 我们都叫反垄断法 的这个修法 已经把频道代理商的这个 的这个项目放入规管 而这个最近呢 NCC也开始比较有作为的 开始去处罚 好 像我们刚刚讲说 那些这个 这个 去 频道 去这个 去这个 就他们那个联盟的 那个游戏 规则里面 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也开始 被这个 处罚 凯博就因为 这个 被公平会 因为 那个NCC说 因为我们没有法 可是我们可以移送公平会 所以他们就真的 是移送公平会 公平会就真的罚了 一千多万 我印象中 那这个他们就开始觉得说 那我又要罚钱 然后我的利润要减少 所以好 我觉得他们的谋事 他们的顾问群 他们的这个 专业的这个 的这个 幕僚群里面 已经帮他们算出来 现在是行动的时候 所以呢 最大的有限电视业者 就是台部加台部等 这个集团 他们已经宣布放弃频道代理 可是我们早就已经 讲过很久了 因为他们已经 多赚了很多年的钱了 好吧 我们的消费者已经 被多宅了很多年 可是现在呢 该改变了 因为他们整个局势改变了 他们的利润缩减了 他们的成本增加了 所以他们现在决定 要化被动为主动 要掌握 制定游戏规则的先期 那你就非常微妙的 起来反对的是谁 起来反对的是 他们原来的那个 那个stakeholders裡面的人 就是说 那不行啊 你怎么可以违规呢 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呢 你怎么可以忍耳耳 因为这个 凯破的这个 他们的利益 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可以 不再去 维持这个恐怖平衡 他们这个平衡 打破 也许对他们是最有利的 也在短期之内 慢慢的 他们就可以 把这个原来 他们说损失20亿嘛 说不做平衡代理业务 损失20亿 但这个20亿 应该是很快 就是可以 可以平衡过来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们对 他采取这件事情 采取这个动作的一个理解 因为他是最大的 平台业者 他是最大的平台业者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他有 他有行动同学 他是台阁大 的同一个集团 所以大家现在在手机上 看电视 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要知道 未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所谓的新的寡占 或新的垄断的一个模式 一定要把行动通讯这一块 也加上去 才是完整的思考 那所以新的平衡出现前 我们再一次呼吁 虽然我们学界 或者是我们这些 所谓美改 美改团体 或美改运动者 我们经常都是 就是 我们都觉得我们有点 这个 狗肺火车 因为我们呼吁很久 可能官方的动作不是太慢 就是 就是太少 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 我们还是要呼吁 就是在新的平衡出现前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 有些电视上 刚开始是非常多 非常零散 然后大家打架 诟病 然后变成新的 一个平衡出现 然后大家就在里面 如鱼得水 非常好 就是大赚齐钱这样 好 那现在打破了之后 新的霸主出现了 他想要去制定 他的游戏规则 可是好像 台湾是无政府状态是吗 我们听起来 我们讲到现在 台湾是无政府状态吗 应该不是吧 所以我们就要呼叫 我们的公权力 NCC 在新的平衡出现前 请你不要任由 就是说 丛林法则胜出的霸主 来主导游戏规则 最大的平台具有最大的优势 他的威力可能比过去 多家系统与频道集团恐怖平衡更惊人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守护公共利益的主管机关 请赶快动作吧 那我们的好朋友 罗世宏老师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 仙人打架凡人遭殃 意思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他们在产生新的平衡之前 那我们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他们为了要 互相斗争 他们可能会 杯葛 谁杯葛谁 然后谁把谁断讯 或谁怎么样 谁怎么样 然后消费者到底要向谁去申诉 或是向谁去 主张我们的权益 好 那其实前一阵子这个MOD断讯的事情 大家就可以了解 这其实也是这个生态里面的一环 好 那这个 就 本来是想要简短的介绍 可能还是在用太多时间 很抱歉 那也希望我有传达一些 有 有价值的讯息 大家需要了解的讯息给大家 好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这个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 邱嘉宜博士 跟我们很精彩的 从过去到现在 很重点的 而且非常惊要的 告诉大家这些历史变化 那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 抱歉开场稍急累 那再次跟各位报告 这是我们今天有 网路直播的一场研讨会 所以双轨论台 就除了现场以外 现在大家都看手机 那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人 也越来越少 拿手机 拿这个平板 来看我们转播的人 就比较方便 那下一个场次呢 我要邀请这个 林菲老师来主持 稍微有些变动 还有包括胡言慧老师 专举华老师 跟我们 一路走来 反面镜垄断运动 非常息息相关 而且一直在前面 引导我们老师们 再跟我们谈谈 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那要如何 接下来 针对这个法案的推演 还有社会大众的观点 以及专业学者的看法 怎么样凝聚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场地 就要请几位老师到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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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 我們這邊怎麼只有四張 我們再做一個 我們說今天怎麼只有12345 12345 我們要再多一張 沒關係我們就可以坐到台上去 沒這樣 其實可以輪又上台 對 輪又上台就好了 因為可能有藥的話就好 是插著 欸 欸 欸 張老師你好 我還是知道 但是我聽輪老師 輪老師你決定嗎 看怎麼樣做方說 你也覺得直播還是在講台的人 對 其實他也照不到對不對 好 就留下上去 就這樣 可能就此 好 好 每個人前面都一看 但是他在上面 在場合 因為外面也有茶水 不過… 如果有茶水的話 如果有茶水就要再玩 的話 就算了 在場合 因為外面也有茶水 如果有 茶水就會比較好 就算了 好 我未來這個 eat 在場合 用 外面也有茶水 所以說的 要放 是 非 要放 在場合 外面 Servet 我看 Support 快點は か 外面 難充分 生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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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会有一些巨大的变化 这变化当然会影响到 所谓的广大阅听群众的权益 可是我们却不了解 目前我们面对 所谓的多元化 跟反垄断的这一个法案 其实各位看字面的精神 就了解它的两个意涵 第一个是从商业游戏规则角度来看 媒体跟所有的产业都一样 不应该有任何垄断情出现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是大家从言论开放自由的环境条件来看 我们也是希望不要有任何所谓的单言论的情况出现 所以在这两个大的我们共同认知的条件跟状况下 才期待或者希望我们整个社会有这个法规 不过这个法规讨论到现在 似乎有一点点态势就是 整个的媒体业界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疑虑 或者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这样的共同讨论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整个社会 不管是媒体发展或者是约听群众 都能够满意或者接受的一个法规样态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办这个 这一个算是什么论坛的主要用意 所以这一场我们可能会有几个大方向 当然我们每位在场专家都可以 就各自所关切的点来表达一件 那简单说明一下本来是回回老师主持 为什么换成我了 以后当然是因为胡老师身高比较高 但是胡老师对这方面的见解比我要深刻跟精辟的多 所以还是让胡老师来讲 今天几个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整个这一个所谓的 中原跟垄断防治法的这一个规范方向 究竟是不是适切 我刚刚就在执行长里面讲了很多 我们其实觉得已经拖太久了 那应该尽快的让这个法里头的几个 关心的点在社会上实际的能够实践出来 那只是可能大家都很关心 那这个法规究竟会不会对媒体环境有一些影响 我们所谓的商业性节目一般性的节目跟新闻节目可能要分开 那多数的社会大陆可能不能理解这个做法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也许我们在这个场合可以跟大家多聊一下这个方面的用意跟想法 另外当然就是一个现象就是进入惠德时代 这些法规如果我们只规管所谓的传统媒体的话 究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遏制所谓的这个垄断情形的出现 我们也要关心一下这一点 好 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今天在座的朋友 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的 第一位是我身边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张继华张老师 也是长期在关心这个领域的学者 在我旁边他的头衔最近换了很多 现在最新叫串楼口社群平台社长 专公家也是我们资深的媒体工作者 接下来是中正大学的胡元慧胡老师 这胡老师跟赵老师刚刚已经在PPT里头大量的呈现 那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胡元慧胡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他对自己的事情的一些看法 张老师先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刚刚那个胡元主持人非常谦虚 说因为他不是很专精 所以他希望当主持人 那这个我更是心虚了 所以呢对于法规跟市场我都不是专家 所以呢我就希望第一个发言 笨鸟先飞 那我们原慧老师跟奉鸟老师 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精辟的见解 对市场对于法规部分 所以我想我就不揣浅漏 那主要也是是因为这个白美体垄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把美体改革我们一直非常的关心 所以走到现在这个白美体垄断跟多元文物法 那目前还在难产之中 所以呢我们永远都要表示关切 所以呢真是不采浅漏 好我想那个这个案子呢 就如同刚刚主席所说 我想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实在是会很难产 那一方面是业界的各种的这种 唯一打破现状的 这些利益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 那当然其实改变之后 也许业界仍然是有很多人可以获利 所以呢只是新的一个局面的产生 毕竟有很多的这个反对的声音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数位的这个发展 确实是让人非常的迷惑 而且事实上全球各地 目前我们也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 这个法规管制的方式出现 所以大家确实有很多的疑虑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正是大家所有的公民 跟学者专家业界 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时候 我们不要排斥任何一种言论关切 那学者固然有学者的角色 那我们也尊重业界的想法 那我们也同时去 在占学者的立场考虑的因素 当然我们更关心的 或是我们应该要特别关心的 但是整个国家人民的 这个言论自由的利益 那跟业者的角度不完全相同 但是其实也不完全冲突 那我觉得这个 刚刚那个嘉怡博士还有提到说 这个其实呢 这次的案子的主 也因为这个凯破放弃媒体的频道带领这个权 所以引发了大家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动的顾虑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对于业界而言 它可能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变化 但是台湾有这么多的新闻频道 有这么多的新闻频道 那这些整个市场上的这些运作 恐怕还是会回到 一定会回到某一种的 这个结合的这个方式 所以呢 大家就会发现 不管它这个 以频道代理商 不做频道代理商 但是坊间一定还是会有频道代理商出现 频道代理商和大型的这些系统业者 仍然会有各种不同方式的一种结盟的 这个关联所 或是结盟的关系 所以走到 所以问到最后的一个问题 其实还是 就是对于NCC这个 国家管制机构 或是学者关心的 其实是 最后的这样的一个 对于言论自由市场的一个保障 或是公平 那所以我今天我想要先 还是先做一个基本的原则的厘清 因为大家对于垄断这个概念 好像反垄断 就觉得说 垄断就是一个单一独大 那其实垄断并不是单一独大的这个概念而已 它其实是滥用市场地位 滥用市场地位造成不公平竞争 那这种情况可以在各种的情况产生 不见的一定是它是单一独大的垄断 那但是它有 具有市场性的这个垄断的这个力量 它当然具有比较强势的这种 市场竞争规则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常常看到 这个有些投书 有些业界表示说 这些反垄断的学者都很愚蠢 这个这个其实也都很愚笨 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来定什么的反垄断 哪有什么市场独大的这件事 不是市场独大 是扭曲市场竞争 那扭曲市场竞争 在台湾会发生 在全世界各国都会发生 所以我想这个概念 我们一定要先厘清 大家不要这个只是看到一个影子 一个一个坐井观天的影子 或者只是一个不实的影子在攻击 所以我们保障这样一个市场的公平竞争 就是保障这个全民的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应该有这个言论自由市场的一个合理的一个 一个规则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反垄断的一个根本的精神 但是这个精神刚刚讲过说 大家常常会误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先提出来 这个呈现澄清 那这个概念 大家想各种这个学者著作 其实都有非常多 我们就不罪言 那第二个就是新媒体造成的所谓多元化 是很多元吗 那新媒体现象真的是让大家目不暇及 那到底他应不应该进入规范 那我想这个部分 那虽然我们刚刚讲过说 全世界我目前还没有办法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 对于新媒体规范的 尤其在言论自由市场里面的这样的规范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在自由市场里面的 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管制 所以在上一次的这样一个 这个是这个美观举行的这个 这个凡美体垄断的一个讨论会里面 我们已经提到那是刚好发生的事件 就是Google被欧盟的这个 返统断审查委员会罚款了27亿 然后相当于台币823亿 因为他就是滥用市场主宰地位 让自家的购物服务 那么享有非法的优势 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言论自由 好像不完全相同 但是同样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所谓市场竞争规则的一个扭曲 那这个已经出现案例 那欧盟走得比较前面 那美国呢在这个各大 这个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 这本主义非常这个 生意非常强的地方 各个corporation的生意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市场 所以这边竞争还很激烈 上次我们也提到一些例子 我们今天就不赘述 那在这个金媒体里面 包括FB也好 那也好 这些Google也好 那这些大平台 他们在市场上面的这种地位越发的这种强势 那现在大家已经看到所谓的很多这样的一个假新闻 或是他的一个这个 这个 因为他的这个平台的优势 所传播的这些 不管是商业讯息也好 什么假新闻也好 所造成影响力都非常的强大 那这个部分我认为 就是确实也是在繁统段这样的一个法规里面 应该要开始考虑纳入 那这一次的法规里面是没有纳入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考虑 所以应该怎么样考虑 我们等一下再提一些意见 那最后一点 一个一个大家经常在讲的 常常在批判反垄断法的 就是说台湾的市场那么小 那个根本就都规模很小 根本都没有达到所谓的垄断 比起其他大国来讲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国迷思 那台湾呢 这个市场虽然小 但是台湾一样不可以 难道台湾就可以并入一个大国里面去吗 难道台湾就应该整个被并入一个大企业里面吗 我想这个 任何有自主性的这个国家 那人民都 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 不要告诉大家说 台湾很小 企业很小 规模很小 所以我们不需要谈轮动的问题 好 那台湾其实也不是很小 因为台湾的土地面积全世界是排名140 全世界应该目前有263个国家 台湾的人口数呢是全世界第48名 台湾的竞争力呢是全世界 今年是全世界第14名 所以一点都不小 一点都不小 所以做一个国家而言 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有人民主权 有领土 这样的一个国家而言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好 那我这个 这个我想这个几个迷思的这个澄清 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多媒体时代 这个自媒体时代里面 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强调 因为大家要在这观念上面 经常会有那个 似是而非的这样的一些迷思存在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想要谈的 就是这个 这个垄断的概念里面 仍然是有两个部分概念 一个就是内部的多元 就是外部的多元 外部的多元就是我们平常 一般比较关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市场并购的问题 是不是这个市场公平竞争的问题 那内部多元的话 就是媒体的自律 媒体的这个自我 这个专业的自主性的问题 那这个这次 这一场的那个议题里面 也包含了这个项目 今天的议题 这场的议题 是做得很好 我想大家出自服务员老师之手 好 那几个问题都很重要 我们下面再来讨论 那因为有这些概念 所以我下面还会做一些讨论 那接下来我讲那个 就是对于现有的草案的一些 这个几个具体的这个意见 然后我这 就是刚刚讲过 我对这个部分的研究 不是很深入 所以只能说是抛砖引玉 那个不出来浅漏 那第一个呢 就是垂直垄断的问题 刚刚那个邱嘉宜博士也提到 就是他坚决反对垂直垄断的 这个相关的 因为在现有草案里面 这个系统业者是可以跟频道业者合并 只是在某一定的市占率之下 但是系统业者我们都知道 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是很庞大的 那所以呢 对于频道三大架 所以他又是这个系统 又是频道 又要去这个可以经营频道的话 这里面确实会出现 所谓的这个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或是这个求求员兼裁判 裁判兼求员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正本清源 我们学界是真的是觉得说 垂直垄断应该要禁绝 绝对要禁绝 那第二个呢就是谈到这个 这个新闻财经频道整合以后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 现在目前规管的数量是不是合理 我比较了一下几个版本的这个市场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目前NCC的这个版本里面 就是你这个频道跟 新闻跟财经频道整合之后的市占率 那不能整整合起来的市占率 不要超过市场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时代力量是认为 不应该超过四分之一 那民进党的版本里面是任意市场 就是这个不管你是有线电视也好 你是无线电视也好 或是你是这个系统业者也好 任一个市场不能超过四分之一 那目前看起来 那个这个NCC的三分之一是比较宽的 是比较宽的 因为你可以算 在单一市场四分之一 如果有两个市场四分之一加起来的话 可能它就不只是三分之一了 所以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NCC的这个考虑 是比较 是比较 我觉得是因为三分之一的这个影响力是比较大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不应该超过三分之一的 因为不管超过三分之一就是等于有四个不同的声音 那我们可以考虑 可以看现在台湾的这个报纸就是四个不同的声音 所以以这个概念来看的话 恐怕至少至少应该有四个不同的声音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台湾只剩下 报纸只有三个声音的话 你可以想像 那三个声音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 我想这是一个 在这个比例上面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 刚刚讲到新媒体的这个部分 新媒体的规管的部分 那新媒体规管的部分 我个人是认为说 目前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法规里面 管都是用市占率的概念 我认为可能应该要开始考虑收视率的概念 但收视率概念不是那么容易计算 不过事实上 现在各大有些重调的媒体公司 都有在做收视率的计算 为什么呢? 因为市占率是那一个市场本身而言 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现在传统媒体市场不让人在下滑 所以你用传统 现在如果比方说现在报纸市场只剩下百分之十几 对不对?二十可能都不到 对不对? 如果你用这个市场里面再去算的话 它就会选得很小 那实际上可能还继续再下滑 那这个电池市场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还是比较大的 大概市占率大概收视率可以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是也在不断的下滑之中 所以考虑传统媒体的 这个跟这个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收视率的这个 这个消涨 所以这个收视率本身的考量是重要的 已经不能只是考虑市占率 否则的话这个传统媒体一定会抗议 那这个对 然后这个网路媒体一定就窃喜 因为他们市占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 尤其在这个年轻族群里面 那第四个呢 我想一个建议就是说 目前影响台湾的这个言论自由情境的 其实不只是这些所谓的这个大媒体的并购而已 中国因素仍然是非常的重要 中国因素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 现在在内进行着 那我认为其实是必须要加以做更多的研究 其实我看到现在研究其实是很少的 是很少 但它对于像我们研究市场的很多 研究法规的很多 可是研究中国因素的非常的少 那我认为说这个政府应该要 应该也要更鼓励 那在此同时 我另外一个要建议就是 其实这种各种政府的规管 那都会让人家认为是黑手入侵 所以呢 鼓励民间各种的这种监督团体 民间的监督团体的这个 这个他律的这样的一个可行 这个这个鼓励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运作 其实应该要纳入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反面永断法里面进来 应该要加以补助 因为这个是让这个监督力量能够真正的 真正的能够发丢力量 那事实上这边我就要讲的是说 在媒体自律这一块 内部自律 媒体的规管 分成大律自律跟法律 那法律呢 这个我们认为还是希望是最后的手段 而且希望它不要造成这种所谓 影响这个市场自由竞争 影响这个人命的言论自由 这样的一个可行性 但是呢 这个自律的内部 内部自律这个部分 那我个人呢 因为参与这个电视的 微信电视台的自律 已经有十多年了 所以其实我们是看到 台湾民进的力量 其实是非常的可贵 也非常的 那魏老师也在这个 这个 微信电台的自律委员会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十几年走来 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 已经很有制度的 这样一个 微信电台的自律里面 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然后包括媒体业者跟学者 还有公民团体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互相沟通的机制 对话的机制 跟协商的机制 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对这一块 我们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只是说现在的规管 现在自律呢 不急于网络 网络 网络才刚刚开始 所以自律跟他律的结合 这个是还是非常的重要 刚刚讲到他律 就是政府应该更积极的 就是这个来支持 来鼓励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这样一个自律的 这个机制的部分 那网络的部分的自律 仍然应该要更积极的开始规划 所以我想这个是因应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市场的自由竞争 然后这个新媒体的变化 那个多端 那我个人目前也非常粗浅的建议 我就先报到这边 谢谢大家 张老师非常急切的 把所有的言论都讲了一遍 特别 我可能要补充张老师 特别提到一点就是 网络这一块 究竟能不能管 NCC长期来大概 有两个态度 为什么一直没有把网络这一个部分 放进去 第一个当然是 怕会妨碍党言论自由的部分 第二个当然 从现实层面怎么管 好像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可以管理 可是 我们从现实生活来看 究竟要不要管 就是说 我们只讲两个东西 一个是社群媒体 一个是入口网站 那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自愿的使用 可是各位想想一件事情 我们在使用社群网站的时候 出来的 我们看到的各种讯息 我们都以为 这个网络世界是自由开放的 可以任由我们自由的浏览 我们想看的任何东西 接收任何想不到的讯息 可是这里头 我们是受什么规约呢 是受这些社群网站的 算法属规定 所以我们才会活在同温层里头 那这个 好 有没有影响或妨碍到 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 或言论市场的开放跟自由 这可能大家都没想到 另外 譬如说 各位可能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在社群网站 跟入口网站这些使用行为 我们上FB 上Google 这些行为 我们都会留下一个资料 那所谓大数据的概念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媒体使用行为 这个资料 如果我们上FB 这个资料在美国人手里 如果我们有LINE的话 我们的资料在日本人 跟韩国人的手里 我们每一个人的媒体使用行为 都被某一个企业所掌握跟了解 那 这些状况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了解嘛 那回过头来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 法律究竟有没有办法规范到 这一个部分 大家可能有点远 不过 确实这些方面 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思考 就是说 那我们真的 可以没有任何的规范跟纪律 让这些网络媒体 大肆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而我们却不自觉 这一点可能需要更多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是请董老师吗 还是 好 董老师麻烦 首先 在这个 简报要秀之前 不过还是要说明一下 因为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与今天的论坛 不过这个 因为角色加上内容的调整 所以我其实昨天晚上的一次做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做老师做久了以后 发现没有POPPOIN 不太容易说明一些看法 所以为了让大家了解 所以我还是做了一个简单的POPPOIN 给大家参考 首先我要说 刚才邱子营长到张老师 乃是福岳老师在几个观点上 都已经谈得蛮深入的 我这只是做一点补充 那我想 因为要谈的主题很多 所以我所做的补充 大概只是针对其中的一些部分 那当然也是跟大家就教 跟讨论 所以到底 是不是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事实上 就像福岳老师讲 很多地方当然还需要多讨论 好 我第一个想要报告 就是说我们在谈反媒体垄断的问题的时候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 所谓媒体垄断这个概念 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 好像已经是过时的东西 把它当成过时的理论 其实我倒要说 反而是在数位时代里面 它不但不过时 反而有更多重要的问题 是需要被 从垄断的角度来看 正如张老师所讲 就是垄断的概念 在一个市场 不正常的操作 它不一定是一个规模多大 但它如果有一个不正常的操作 事实上就是一个垄断的概念 那 因此我想跟大家讨论 第一个就是 我们怎么去突破 这个规模经济的迷失 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 就像刚才张老师讲 台湾小 然后 我们的产业 不是应该大一点 才可以有竞争力吗 所以规模经济 隐含等于竞争力 可是我就想举一个例子 先来跟大家讨论 这样的概念 是不是一个绝对 我们当然相信 规模经济在某些时候 在某些产业 它是有一定的价值 可是对于像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传播产业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讲却不一定 我举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为了挑战这个迷失 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格式公司 格式产业 我们电视格式 各位在场的朋友 或者在网路上的朋友 一定很容易去想像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节目 什么像一些所谓的reality show 实境 真人实境节目 或者意志竞赛节目 各位常看到的什么歌手歌声 这个选秀节目 像这一类的节目 其实都是在全球所谓电视格式公司 所去发展出来的一个格式 然后以这样的方式 来授权全球的这些电视公司 来进行产制 那么学者的研究里面 是非常非常清楚发现 我秀出来的这两个公司 事实上就是非常典型的 是非常有名 而且是全球大的电视格式公司 那很不幸 或者说很幸 他们都不是什么 我们所熟知的美国 或者是法国 德国 等等这些国家的产物 非常多的电视格式公司 做得很成功的 行销全球的 像前面的两个公司 就是Indemo跟Tapa都是荷兰 后面的Friday TV是瑞典 我只是举这几个例子 就是荷兰的瑞典 人口都比台湾少 一个不到一千万 一个一千多万 但是他们却在全球纵横四海 那很简单 因为他们凭的是创意 凭的是他们在电视产业上 所做的这种 非常具有这种规划跟系统 跟行销能力的格式 好 那我说第一个概念就是 破除这个所谓大就是美 这个概念 那我们就用这个角度来说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常谈汇流 那我就讲这个迷思要打破 叫汇流就是大流 以为汇流就是要纳百川 其实这跟数位时代的概念 强调分众市场 强调许多必须找到你的利基 这个概念事实上是并不一致的 我们当然承认数位时代 并没有把规模经济这个概念 完全抛弃 可是数位时代 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可能性是 事实上汇流是在所谓 所以我们讲说可以把电信产业 把传统的咨询科技产业 把媒体产业整合在一起 但事实上并不是完全这样的 这个概念应该讲 不如说我们透过像装置的整合 通道的整合 其他方面整合 使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多媒体或全媒体的概念 从这个角度来看 传统的所谓的工业时代的组织概念 我们强调的必须是一个 所谓整合工厂这种结构 这种传播产业的结构 在资讯时代里非常多人谈 而且已经有成的 就是所谓 publisher-blocaster model 这个所谓的出版发行者 它是综合各地方的东西 然后做一个非常好的策展 非常好的整理 或者是排成 像这样的概念 事实上在资讯时代里 反而是当令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我们要破除所谓传统汇流 就是产业要整合 要并购 这个概念事实上是 并不是社会或世界的一个实情 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些 很多人在关心垄断 我要强调至少我个人 我并不反对在许多 所谓infrastructure上面 这些基础件事上 做更大的整合 或者在技术层面的公司上 做更大的整合 但我们反对的是 拥有通路 同时又拥有内容 而且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当你拥有通路越多的时候 你的公共义务就越大 你的公共责任就越大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 比如说有些电视系统业的来讲 你占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的一个 收视乎的市场占用率 在这个概念上来说 OK 万一有一天 我们觉得要二分之一呢 我并不坚决反对 但很清楚的 你越懂断 越整合 意思就是 你就必须接受 国家或政府的介入 你的公共义务 或公共责任就比较高 那这个时候当然 我们必须挤视广益 到底我们要容忍 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 或基础设施层面 整合到什么地步 好 后面的部分我就会比较快一点 大家提出具体的建议 因为刚才其实前面几位都已经谈了 那我后面的部分想谈的是 等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去谈频道 或其他部分 那我们在谈的是说 网路这个概念 但网路可不可以有规管 我认为从反媒体垄断 这个概念去谈 我认为是绝对可以规管 而且我们的规管对象 应该是谈的是所谓的大平台 所谓的 所谓的 刚才讲大的search engine 大的portal sign 大的social media 因为它太大了 大到我们误会了 以为它只是平台 其实错误了 它正在控制着我们的内容 控制我们某一种概念的内容产制 所以网路主导这个概念 我们需要打破 以为这些大的平台 基本上 事实上是 只是一个综艺的平台 或者说 所有人我们以为 都是从他们那边得到 其实根据非常多的研究 全球的研究 路透社的研究 美国的研究 Pure Research Center Pure研究中研究 都说明 没有错 我们的确 新闻消费的行为 很快都在从这些网路取得 但实质上 并不是它决定的唯一的生产资讯 所以我们对传统媒体要规管 对新的媒体 新的平台也是要规管 那网路开放的迷失意思是 刚才福岳老师也谈了 我们事实上 并不要以为 这些平台都是开放自由的 事实上经过演算法 经过各种的 城市设计的机制 商业基利益 永远在我们的考虑 甚至某些国家 某些时候 都还是受到政治的前提 或政治的左右 甚至政治的反应 所以 网路开放这个迷失 也是不存在存在的 所以我们当然要规管 因为我们希望 新的网路 新的平台 新的通路 能够对人类的民主 人类的公共生活是一个帮助 所以不透过一定的介入 事实上是一个奢望 好 那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谈过这两块 所以我就不细谈 因此我直接建议 在反媒体垄断法里面 至少要针对新的时代的需求 放入这三个基本的规范 这三个规范 一个是网路中立的问题 一个是网路与社群媒体 问责极致的问题 一个是网路与社群媒体 公共责任的问题 那这些很简术的 都是针对一定的市占率的 这些新的平台业者 好 那第一个部分 刚才已经也有一些老师谈到 在比如说美国的FCC 甚至是在其他欧洲的洛杠国家里面 都已经开始对所谓的 网路中立原则 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些要求 那这个在很多地方大家都讨论过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在反媒体垄断法里面 去做某种程度的规范 我是你 我不是立法的法律的专家 我建议这个问题 也许可以在这方面 做一个初步的讨论 也就是网继网路服务提供者 ISP 应该保障与维护使用者 平等禁用合法网路内容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对网路内容的流通 进行显示公平之分类 减缓或阻断等作为 这我参考美国FCC的Rule 来做了一些 还有欧洲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做一个法条的初步建议 透过一个中立 事实上就避免了 一个比较具有市占率的平台 可能在里面所产生的一些操控 好 第二个部分 是有关问责机制的部分 那同样的刚才几位老师已经谈到 就是欧盟、德国陆续都有些规范 细节我就不在这里谈了 那我想直接提出我个人的一个立法的建议 那因为很清楚这些大型的 所谓的新闻聚合的平台也好 或者是网路搜寻引擎的平台也好 他们事实上都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必须要面对社会 所以我们说自律为优先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要让他对中共可以问责 所以立法的建议是 市占率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 网路搜寻引擎与社群媒体平台业者 应该设置自律机制 那这个很清楚的 其实欧盟现在非常清楚的採取 一旦你的观众申诉 你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处理 我就预罚款 然后加以一定的比例 那德国现在已经立法 躺在正在国会里面讨论 那么并要将自律处理情形 定期送租款机关备查 那这些透过一定的可以自律 也就是观众可以透过申诉 来要求平台业者 要去做一定程度的处理 并透明化公开化的处理 是我们觉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要求去建立的这个机制 那至于公共责任的概念 很多欧盟或者是国家 特别是欧盟国家 他们都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处理 刚才赵老师也谈到 无论是我们所谓的Google Tax 等等这个广义的概念 事实上对他们的网络 他们无论是在市场的垄断 或者是逃漏税等等的理由 都已经分别太多的例子 从几亿到几十亿的欧元的罚款 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以重罪或罚款 今年欧盟的9月还发表了报道 事实上已经让很多平台业者 现在非常非常担心 网络跟社群媒体的巨头 这些大的平台缴税太低了 所以要更改征税方式 以营收而非获益来磕税 德国跟西班牙 事实上已经立法了 以这个所谓凌接权的概念 来要求你这些使用新闻的这些平台 对其他的业者必须要付费 当然成功与失败都有一些讨论 也因此我对台湾认为 以台湾的情况来讲 我做的立法建议是这样 事实战率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 网络搜寻引擎与社群媒体平台业者 应该每年提交固定比例之营业额 是营业额不是谈你的profit 是你的revening 自主管机关成立之媒体多元发展特度基金 我认为透过一个基金的设置 可能比现在德国或西班牙所招致到的一些困境 会对台湾更为有用 媒体多元发展基金必须要依据独立精神运作 甚至我们可以要求它的组织、设置、裁员等等 运作方式都以法律定制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直空谈 或者在想象 到底可不可以归关 事实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 我们可以跟随台湾的脉络 来做一些可能性的讨论 这是我们的套专引玉供大家参考 以上报告,谢谢 谢谢 看起来好像是我跟胡老师套招套好 各位可能不晓得 去年一年Google跟Facebook的 营业额的数量 大概加起来是2兆多台 那我们中央政府一年的总预算 是造9千多亿台 也就是说这两个公司的营业 比台湾一年 政府总预算的金额还要多 胡老师刚非常确切的 提出一些可行的要求和概念 那我们只能说尽量的 我们朝这个方向推动 尤其像是社会责任 即使我们在法律上 没有办法做一个明显的规范 可是社会责任的要求 我们可以跟他们来提出 我们对这样的期待和现象 包括我们没关机机会 我们今年都分别的去 Google跟Facebook的亚洲总部 跟他们做这样的讨论 期待他们能够善进下 所谓的社会责任 那他们当然也 起码在态度上 他们觉得好 这是应该的 只是在实际作为上 能够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能还要持续的观察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那个庄社长 来跟我们谈 他对这方面的一些见解看法 另外补充介绍一下 这个台湾社会会的 好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理事长先生 就是要到场 好 那个 封家 因为我特别来讲 因为今天我们在场 就是希望 学界跟食物界都有 当然 封家不算媒体老板 我们其实比较希望 有这个经营者来谈 不过 我们从食物工作者角度来谈 谈谈谈谈谈 也蛮难 因为 之前我们从主流 我们所谓主流媒体 以前现在叫传统媒体 那到做新诺可网户的时候 其他所谓也算是半个老板 那我们经营新诺可到后来我去做公民记者培训 明天开始我会去华市工作 所以跨到电视的领域 在这情况下我们来看 所谓的媒体垄断 其实我自己觉得更有 心有七七言 有问题是说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环媒体垄断 那时候张老师跟我们一些 很多NGO团体合作 现在看来 发现环媒体垄断法 我觉得虽然是难产到现在 虽然到现在是 看来难产 可是这难产也许不是坏事 因为这与时俱进 太多问题在发生了 如果当初定了 搞不好现在又要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因为网路实在变化太快了 我自己做过 从网路媒体的经营 我发现一件事情 刚刚讲到传统媒体 我在大概2006年的时候 还是 对不起 2009年的时候 曾经在一个 内政部办了一个所谓 优质新闻媒体论坛 然后是那时候 内政部长将一话办的 那网路媒体就我们参加 其他都是电视报纸 那时候我讲了 传统媒体的时候 还有一些主板抗议 通常他们主要是传统媒体 现在是 结果现在网路媒体 非常的夯 非常盛 这真的是变化太快了 那但是呢 我们的反媒体纏断 通常基于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传统的 这个主流媒体 是一个大众媒体 因为我们现在大众媒体 影响我们所有知识的权力最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防止它的纏断 所以会产生可能媒体怪兽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要想各种法规 可是 就刚刚普老师有讲到 现在其实不是大 它不一定是用大的方式 它甚至是水盈泄地的方式 它化整为理 各种方式在影响我们的知识的权力 这部分可能 已经不只是传统的规模大 可以来理解 另外我就觉得 所以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传统 所谓的大众媒体 刚刚讲的同温层 或者分众媒体 甚至呢 我觉得未来的媒体应该是全媒体 全媒体 因为我们等一下在台湾会看到 那个 我们就是草案的出稿 提到一个整合的 就是避免下列行刑是不予许可存 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 它第四项 提到 统一事业的关系人 整合的有线电视 无线电视 还有动媒体 还有报社的 等等的 其实 这里面没有 网路 这里 它不允许整合的部分 没有网路 它在另外一个条 有一个布路 参考 另外一条有一个参考 网路 如果影响力 可以参考 可是这显然是不合时宜 现在网路影响是更大的 而且哪一个媒体 现在不做网路 刚刚提到说 现在很多我们在社群媒体 看到的资讯 来源 很多还是传统媒体 就是会报社 或者他们提供的资讯 事实上 他们很多的 这个所谓传统电视的媒体 他们是单独的部门 在处理网路 他们是把原来的新闻 在加工以外 他每天发的即时新闻 绝对不下于其他的 网路的独立媒体 他就是一个网路的独立媒体 只是跟同一个招牌而已 所以这样的一个 有影响力的 网路媒体 是在我们整个里面 是没有包括在里面 这是一个很奇怪 我并不是认为要整合 一定要跨在里面 可是你从这个思维来看 就知道 现在看哪个电视台 或者是其他系统业台 会整合报纸 很少 当然有一个 但是有网路去整合 杂志的 你知道一个媒体 那是要做什么用 那可以另外讨论 可是 大概没有在整合报纸 因为报纸已经将和日下了 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这种思维应该要改 就是说 到底我们现在的 影响我们 知了全力的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 事实上 我没有做网路媒体 不知道我们现在对公民界的培训 真的 每次我去演讲 问了年轻人 他们的资讯来源 都很少是报纸或电视 他们绝对都是网路 手机 行动通讯是最重要的 但是情况下 真正会垄断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 脸书 这种社群媒体 其实很多人对 被垄断 言论自由被控制 最有感恩是 因为我脸书被禁了 对不对 我发言 然后被检举 被禁了 像有的 有老师 做社运老师 还以为这是 可能有政党控制 这个社群媒体 所以他就把他封锁 他完全不了解 这种的社群平台的 强大 他透过脸书很乏的 控制你的言论 我记得我在 玩脸书的时候 很早 我就曾经被封锁掉 但是我很生气 因为我是在做新Token 我竟然不能发声 这感受是 跟我在做传统媒体 突然被关掉 报社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 现在的人更关心的是 我网路的言论自由在哪里 那所有的 包括内容产制 都是透过社群的 激励非常大 我相信不只是新Token 其他网站 包括传统媒体的网站 他们70%以上的 那个 点阅率都来自社群媒体 他们会没有社群媒体 今天脸书把他关掉 大概 整个点阅都降低非常多 所以现在 听了一个消息 是脸书 他要针对粉丝团 他要做一个 重新的一个 演算法改变 降低他的 传播率 因为他希望你来付钱 非常多的脸书可能是 已经被降过了 想要更降 让他要赚钱 这情况下 其实是 对于年轻 他习惯用手机 看新闻的 这些群众 是非常影响的大的 另外就是 刚刚傅老师有提到一个调查 包括美国的调查 他们提到一些 其实网路 毕竟还不是所谓的 主要的新闻来源 可是我觉得 这有地域性的差别 还有世代的差别 所以地域性的差别 例如说 台湾的脸书的使用率 是百分之九十几 全世界最高的 在美国可能没那么高 而且他们没用推特 推特又有另外一个方法 那他的调查 跟我们台湾 到底能不能相应 是一件事情 另外呢 世代的差异是说 年轻人他们大概真的 一去不返 他们大概不会再 真的不会看电视 甚至他们的 所谓的电视盒子 那个Monitor 他只是放他的电影 使用 不然他看任何其他节目使用而已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对于 传统媒体这种 所谓的电视 跟报纸的规范 真的还要 只是在这框架来想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另外我要补充一个 是说 刚好提到整合的部分 其实也值得思考一个件事情 公共电视 公网集团 他现在就是有线跟无线 那其实在这一规范里面 他已经占两项了 他三项以上就不能 就有问题了 那未来如果 公共广集团跟中央广播电 他整个 他就是违反统断法的 这一个 公共电视违反 所以我觉得 类似这种立法的规范 其实真的 在停留在传统媒体的 框架下来想 好像是提到说 收视率的一个 其实比 就是你的市占率 还更重要 收视率 为什么比较重要 因为 例如说公共电视 假设 他整合了 中央广播电台 中央社 网路媒体 然后他有有线无线 华视 这样的一个媒体 他影响力 可能抵不过一个什么 一个网路的独立媒体 真的 像一个气象 有那个气象部分公司 孔启明 老师 他自己在 跟牙虎合作的 做的节目 他的每一集的 平均的点益 就两百万次以上 最高到六百万次 这样的一个节目 影响 难道会属于一个 电视台的影响力 所以 这样的 包括自媒体 网路媒体 出来的时候 他们对于我们 知识权力在影响的时候 坦白讲 我们这样一个 垄断法 的规范 其实我们真的是 那我们做了 最后 让我们可能 目前的传统媒体 会不会更 窒息 我是担心这一点 因为 他事实上已经被 很多网路媒体影响 那最后 我想要提的是说 刚刚讲的 全媒体的概念是说 现在没有一个 电视台或报纸 他们不用网路 所以 未来的媒体发展 就是这整个在一起 叫全媒体 所以 甚至我们跳 例如我去华视 我让华视要影响力 是什么的方式提升呢 我要制作好的内容 当然是要 我的网路也要发 发音影响力 完了 年轻的观众 或收视群 他看得到 他知道华视在做什么 他让他回流 他能够整合 这网路跟 维持体的 电视媒体的一个影响力 如果没有这样做 你内容再好 对不起 你不会被人家知道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当初 大谷事件 大谷事件 那时候 我们知道是公民 台湾共云动进来的一个重要的层杯 可是 很多人都知道 可记得 一个公民记者 他在那年的六月报导 却不知道 在公共电视前半年 就已经报导这个新闻 公共电视报导 而且还得奖 然后 完全没有引起波浪 一直到一个公民记者 才引起整个社会反应 所以 对不起 我们真的 一个媒体的影响力 正是用传统媒体架过来想的话 我们的规范 我觉得 问题会很大 这是我的以上前见 谢谢 好 谢谢 明天就要去传统媒体工作 主管 全媒体 打个红旗法 红旗 这个 我自己在大传奇教书 我的学生 大家都学传统背景 那有一次我上课就问 我全班同学 大概有八十几位同学 我说 听过数位汇流这个字眼的请举手 有两位同学 然后再问 那这两位 知不知道什么是数位汇流 他们两位都不知道 这是传统系的同学 我想 好像协会以前做过调查 全台湾好像有93%的人 不知道什么叫数位汇流 这7%的人里头 又只有2%的人 大概知道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 数位汇流 当然从技术上 或者我们在媒体的 所谓的媒体经济生活上 是一个新的状况 可是我们却很少思考到 说 从商业 这个 市场的机制来看 它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情况 可能当然也会造成一种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这个 数位汇流发财协会的理事长 吴斯坦先生来跟我谈一下 从数位汇流跟媒体 发财的角度 怎么来看反正的办法这件事 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民调数据 就是我们数位汇流发财协会 长期在做的 大概做了六年了 六年发现说 数位汇流从马政府时代 从本政典末期到马政府 实在是列为重点的施政项目 结果说就是说 推了六年以上 大家其实知道的比例都还是蛮低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台湾这个产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是列为 它是一个台湾现阶段 甚至下一个阶段 最重要的一个领域的话 可是我觉得在行销宣传 推动上面 都感觉到很不着力 那回到反媒体垄断这个议题来讲 其实我们协会过去也长期在做 民众认为媒体有没有垄断这个调查 这个我记得没错 这个大概这个 我们最后一次做好像是去年 大概二月公布的 应该是有过半的民众 都觉得这个 台湾的媒体有垄断的情形 还有像大财团 这个被大财团逐渐 逐渐这个 垄断的一个状况在 那但我想刚刚这个前面 很多学者都会都会讲到说 就是说 这个其实 这个 因为我跟很多是比较偏自由派的学者 比如赖翔卫啊 或者谁在聊 他们都觉得说 在网路那么多自媒体那么多 网路平台新媒体那么多 其实媒体是不可能会被垄断的 不过我们在讲我想 这NCC在定这个 反媒体垄断法的立法例子 就像刚刚中社长讲的 大概就还是从传统媒体的角度来思考 所以我们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 到底需不需要定反媒体垄断 虽然我一直在网路平台中 丢这个反媒体垄断法都是被迫的啦 都是假议题啦 从14号当主委到 到现在占主委 他们其实 没有人真的想要提这个东西啦 只是有很多 很多这个 这个 内外交迫 逼得他们一定要 提这个东西出来 给社会大众交代 对啊 那是我们逼的啊 对 你觉得他们不是真心的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他们不是真心的啦 那 那可是就是说 这个 这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设定这个反媒体垄断 其实 以目前 我觉得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媒体环境 像我自己的博士是在上海富丹大学的这个新闻学院 我去观察他们的这个数位汇流 这个的进展 那真是一日千里 我当年去的时候是这个 他们还落后台湾很多 一年两年之后 台湾现在被他们抛在后面 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处在一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 这个环境 就是说 第一台湾这个环境 长期在这个 这个传统啊 这种 媒体的 某种程度的联合垄断之下 已经一直没有很大的进步了 可是现在已经面临到的是一个全世界的竞争了 比如说像是 像刚刚大家都讲到FB啊 Netflix啊 像爱奇艺啊 像是这个 这种大陆的这种大型的一些 媒体集团 这个台湾现在已经不是只是在岛内在讨论 还用媒体垄断的问题 而是你要面对的是全世界 因为网络无国界啊 尤其是大陆的就是 某种程度有点透过一种 一种 这种 这种 言论的掌控的方式 想要也要来侵入台湾这一场 那如果我们一直在讲媒体垄断 媒体垄断 你不让业者 有变大的机会的话 我跟大家讲到下一个阶段 台湾的业者都会死光光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与时俱进 刚刚胡老师讲的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过去十年前来讲 打破台湾的媒体垄断问题 传统媒体垄断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 可是现在就是要思考就是说 怎么样在台湾形成更强而有力的竞争团队 一方面也让他们生存下去变大 那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跟 跟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 产生抗衡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要思考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都限制媒体长大的话 那其大家知道 台湾的媒体产业 不是那个产 就是那个产制的产 我们如果都限制媒体长大的话 那这些我下一个阶段 这个媒体就会 台湾的媒体就会死光光 我举例来讲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刚刚胡老师有提到说 平台业者不应该经营内容 可是既然全世界趋势 大概都是平台内容要可以掌握住 如果既有人 但如果平台业者不能经营内容 这还是从传统有线电视 台湾的大概500多万加户 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是仰赖有线电视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 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在这个网路化的浪潮之下 以不让平台业者 我们所谓的系统业者 去掌握内容的话 那他的未来可能都活不下去 可能是这些有些电视业者 都会被网路给取代 而且不是台湾的网路 是像是国外的这种 有点像文化霸权入行的网路 这些通过网路 这种OTT来把你取代掉 那这样对台湾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之前东升电视诟病案的时候 有一个媒体财宝问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那我的回答是说 就是说台湾的确 台湾现在其实数位会的界 隐隐约约就是富邦蔡民中加郭台民 在对抗中华电信的一个态势 这大概就是两大强对抗太盛 但就是我们知道富邦加凯博加凯克大 还有电信还有什么的 他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媒体 我那刻就跟记者讲说 其实台湾如果真的要谈媒体垄断 应该打破媒体垄断 应该让小的叶子可以长大 就是说他才有能力去跟大的去对抗 你不让小的叶子长大 这个下个阶段低他的抗 就会被大的进一步的并吞 因为大家做这个都不赚钱 你让这个不赚钱 大家就想趁着这个还有价值的 手上收视户一货还值多少钱的时候 赶快把它卖掉 这现金入贷为安 中加案一直没有过 已经从七百多亿 现在杀到现在最新的团队金都只出了五百亿 那在下一个阶段可能更不值 那凯博放弃了频道代理 只有东森第一个 东森电视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为什么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上架权 他现在又要进行第二波的出售 他可能价值就会再缩减这样子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说 你要让小的变大 让大的不要再更大 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在现有的环境之下 打破媒体垄断 所以说也就是说 你让系统业者掌握一些内容 如果不是个坏事 其实事实上台湾目前也有先例 比如说有些电视并威法主电台生 他其实也是有系统 也有新闻台 两个新闻台 而且还是台湾第三大的频道代理商 后来我一次遇到张主委的时候 他说是他有看到你媒体采访每天 我很认同你的看法 不过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说 他还是以媒体垄断的理由 驳了这个案子这样子 这样子 其实对台湾的整体产业整体发展是好的吗 我是觉得说 应该到了彻底检讨的时候了 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的思维都还是说 就是让这些业者掌 就是抓住他们手上的收视户 每个月拿到固定的收视备 然后这样子继续再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下个阶段可能就被国外的大业者 可能被网络的大业者给併吞 不然的话你必须协助他们发展 协助他们变大 协助他们可以从平台掌握到内容 协助他们有国际竞争力 他们有了钱才能制播更好的节目 对不对 所以回到团媒体垄断 把这个主题 第一个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觉得多少还是要有限制 我觉得限制在哪两个地方 我觉得第一 媒金的部分我觉得要限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媒体会长大 都是因为背后有金控集团在支撑的 那金控集团的钱是哪来的 然后大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所以如果说大家的金控 都拿着人民存在银行里的钱 来去买媒体 然后替自己的企业发生重大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做某部分的限制 所以我觉得媒金分离的原则其实很重要 不过其实刚好用NCC定了反面 以后跟我的想法都完全背离了 他们这些大家都没有认真的考虑进去 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红色资本要限制 其实大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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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台湾的环境媒体环境 虽然是开放的是特殊的 过于开放又小 导致说很容易就被人家给侵入 那我觉得台湾当然就是说 在舆论的环境上来讲 我们不是说反对红色的言论进到台湾来 可是就是说这个这个红色的资金 他有可能会把台湾的媒体买光光 这是绝对是会可能会存在的 那我们希望遇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前阵子遇到有一个台商 有一个朋友来找我 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收购台湾的频道 很多频道上不了价很烂的频道 我说你收购这些东西干嘛 他可能暧昧的笑一笑 但背后是有人出钱出资 让他来先收购台湾的这些烂频道 对不对 那先掌握 反正不管上不上不了价 台湾其实好几百个频道 都上不了价 有些大家都是 可是拿到一张电视台的频道 其实当年是要提出申请 要有一定的资本额 要有一些什么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 如果未来不对这两个做限制的话 一个很有可能就是台湾的媒体 全部都会到金融集团收立 因为只有他们最有钱 这个每年可以烧好几亿来养媒体 这个不受影响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限制红色资本的话 我们可以让红色的言论 在台湾有发生的空间 可是我们如果不限制红色资本的话 台湾的媒体就真的很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 会被买光光 因为大家都不赚钱 大陆我出十倍价格你卖 你卖不卖 我跟你讲三立也会卖 民事也 民事郭董可能不会卖 可是就是说 未来可能大家都会卖光光 所以我觉得反媒体垄断的思 法的思维要重新来的思考 到底是不是说还在传统的 有限电视三分之一上线 然后所谓的上下游整合的问题上打转 这必须要整个彻底来思考下 这一个议题就是说 所谓的新闻与财经频道专业自主性如何维持 我自己也是传统媒体出身的 我在联合报做过十年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没有一个媒体没有立场的 没有一个媒体没有立场的 不管你是大媒体小媒体 主流媒体电视台报纸杂志 没有一个媒体没有立场 那你要指望说这些老板 媒体老板他们在经营新闻台 或财经台的时候 不把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进去 我跟大家讲 在座没有一个可以做得到 对 我们现在的社会协会有一个新媒体 叫做汇流新闻王 Cnews这样子 小小点名气 目前是我在负责 可是就是说 今天媒体真的好辛苦 对 没有营收 每年烧掉七八百万 要不是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 早就倒三次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老板自然会考虑他个人的利益 那等下怎么样 让媒体可以发展下去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新闻自主 新闻专业 其实我个人是对这个 其实是觉得说 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可是基本的规范要不要有 当然还是一定要有 比如说传统做新闻的一些 基本的伦理跟规范 我觉得还是要存在的 所以说你基本的伦理自律 会一定得要有 对不对 那当你发生了一些 比如说之前三历的假新闻事件的时候 你起码大家还是会觉得说 不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新闻 那至于说你说财经台 现在绝大多数的财经台 大家知道他们都是什么 假设你说你要讲什么 新闻媒体专业 媒体自主 你换了老板就可以改变 其实都很难 这个就是现实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与其去定格高高的道德标准 让这些好像是说 你媒体老板你掌控新闻台 你一定要百分之百让他中立专业 要怎样怎样的 或是财经台领量怎样怎样的 其实这个都很难 都很难 我看法是这样子 当年这个三中交易案的时候 是不是也对中天中市定下一些 好像什么 也是好像你得有一些规范 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事实上有落实 有后续的处罚吗 也没有 所以说既然没有办法的话 我觉得不如资讯透明揭露 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 大家接受资讯的讯息已经不是说 大家以前就是看报纸 我长期看报纸 我从小看联合报 我就是深蓝的 对不对 那不是这样子 或是我们看有些电视 就是被这些绑架 其实不可能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大家都是主动在接受资讯的 没有人会被动的坐在电视机前面 就是看了某一台 那在座的 我们自己在学校教书 这个学生基本上 他们都是这个 都是他们要求资讯 就上网去找Google 去Google 对不对 去查 查来的讯息 各式各样的讯息都会有 那怎么判别 我想九二九十的讯领下来 大家自然都会有一个判断 很难不如资讯揭露 你就知道说 这个媒体立场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民事就是台独 对不对 三年就是情侣 这个中天就是情中 如果大家都知道 你在筛选讯息的时候 自然心里有个判断 你与其说去定一些 大家都做不到的一个规范 搞那个假道偶学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 不用在这上面琢磨太多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网络新媒体 能否管理 其实 包括这个 这个庄社长最早做新头科 然后包括这个现在串头科 或者包括我们现在在做所谓的C News 其实这都不叫新媒体了 这只能叫做媒体网络化而已 就比如少了这个职本 职本发展 现在新媒体其实各式各样非常多元 对不对 像这个FB 这种平台也叫新媒体 像一个网红 对不对 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YouTube频道 前几天不是有个新闻吗 一个网红 六个月就赚了三四百万 对不对 这个 我都想把我的新媒体交给他了 对不对 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新媒体 而且他的新媒体型态不断的在变化 所谓的直播 什么17直播 现在大陆最红的新媒体经济 就叫直播 直播经济 大陆台湾有多少人在做这个东西 这些都是属于新媒体的一环 这些东西你能管吗 你怎么管 你真的管不住 其实我很同意刚刚庄老师讲的话 其实就网络新媒体来讲 最大的垄断的其实就叫做Facebook Facebook其实 Facebook演变到今天 他根本就完全主宰你的眼球 他要给你看什么 你就看得到什么 他不想给你看什么 你就看不到什么 那我要怎么样让我想要传递的人 比如说我哪一个讯息我想传给某个人 你就是花钱 你花钱你把条件设定好 他就会把你要的讯息传递给你想要传达的族群去看 你就下广告费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随时都在改演算法 比如说以前大家在充粉丝 现在为什么充粉丝没笑 因为你只有他一百万粉丝 你一个媒体你就像一百万粉丝 他都不让你的不下预传 他都不让你的新闻可以传播出去 因为他是在改演算法 然后逼着大家去配合他 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拍短影片 网路影片或是网路直播 为什么会忽然这几年来忽然成红起来 也是因为FB的演算法 他一开始他为了要内容 他让新闻媒体去上他的平台 把他推播 后来他不想要那些文字的内容 他就开始他的演算法就改为你做影片 影片的传播效率就最好 所以大家一窝空去做影片 做完了以后他就说改直播 直播纳入 所以大家一窝空去做直播 也就是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在 垄断这个人的眼球思想各方面 其实大家知道假新闻最盛行的时候 也是FB弄出来的 因为那个标题很耸动的时候 他点阅率就高 所以说那时候大家一窝空的 网路上很多内容长很多什么 全部都在做假新闻 就是说弄很耸动的标题这样子 让FB去帮你把它传播出去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管理新媒体的话 坦白讲我真的觉得只有中国共产大 有能力去管理这些东西了 你管得到FB吗 对不对 你管得到Netflix Netflix要来台湾 对不对 我自己也有每个月付费给Netflix 那他就搭台湾的网路的便车 那钱就直接搅到美国去了 每个月先用卡扣款 他连税都戳不到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要管理这些东西 你还不第一 你要思考就是说 对于这种国外真的大的 这种所谓的网路霸权 你要怎么管你 台湾现在只能管什么 就不让爱奇艺落地 对不对 问题就是说爱奇艺它不落地 它在大陆播给你台湾人免费看 多少人家里有装什么小米盒子 那些机上盒 还不是全部都免费在看 你不让我落地 我还是免费播给你看 对不对 对不对 反正想看了自然就会找到 你除非台湾人像大陆一样给你封IP 我就是属于你的IP 我就让你没办法看 不然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有效的管理 所以说 与其做过多的规管 不如你怎么去思考 减少对台湾这些发展的管制 让台湾本土的资金 或是本土有意要投入 这些新媒体经营的人 有可能起来的机会 你不让这些愿意投入的人 有起来有赚钱有变大的机会 那你怎么可能会有更多的资源 在投入台湾本土的产业之上 所以说 从这个整个主题来讲 我觉得媒体垄断 其实这个议题 已经算是一个假议题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直在着眼在这个上面的话 我觉得不出几年 台湾的媒体都会死光光这样子 那其实对台湾的本土文化 这些会是好的吗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大家发言可以先到这些的 好 谢谢 白理事长讲了 我们应该可以有更多讨论 不过时间上好像已经超过很多 我们这一阶段就先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有时间 请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争取这一分钟 因为刚才 因为吴理事长也特别谈到过 对于通路跟内容的部分 我想你如果对凡美体垄断 运动的历史很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我们不是在管 你去投资其他的器具 众益 我们是说通路不要去做 比如说新闻财经这一点 那媒体要变大 他去做别的 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新闻呢 那这目的是什么 就像您刚才提的 一定有其他的考虑 所以我们是讲的是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您提到就是说 媒体要让他变大 我想在场的很多 对这个事情是有长期考虑的 我们并不是反对媒体变大 但是你这个大 必须要大的目的是 你能够真正回馈到 台湾人民的民众的需求 这个角度 那如果你变大 只是提供一些非常多 对我们大家来讲的没有营养的 或没有意义的国民的价值 那这样大有意义 所以我想这两点稍微再澄清一下 对不起 好 谢谢 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我理事长也是强大的一个垄断 我刚刚前面因为理事长迟到了一点 所以我也特别强调 我们其实讲垄断 不是说这个 一两个含义在这边常常会被误解 一个是说 这个他就是单一独大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说 他就是这个 这个不让别人发展 其实不是 我们讲齐梵媒乱 其实要自个名词啦 其实谈的是市场的扭曲的问题啦 那市场怎么样扭曲 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那这个概念上面 那其实在每一种市场里面都存在 每一个国家都来管制 都在思考管制 他是与时并进的 所以呢 我想这个 您刚刚那样二分法 其实那样的定义 其实并不符合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 其实真的一个整个的讨论 其实是说怎么样 不要让这个市场那么扭曲 怎么样让民众也可以得到多元的发展 怎么样也让市场能够 产业能够很发展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追求其实是 我想我无理上就你个人而言 你刚才也提到很多 非常重要的言论也很尊敬 就是你会发现说 某些大国强国 以他的国家力量来控制言论的时候 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任何国家都不能接受 我想理事长里面也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大家还是看到说 不是产业一直发展大就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台湾整个病道强过去就好了 所有的这些媒体产业 全部都被摆光就好了 今天也反对嘛 对不对 所以市场不能扭曲 所以言论呢 还是要作为任何一个 我想我们公民都要考虑 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共同点 只是刚刚对垄断的概念 我想再澄清一下 谢谢 不行 我先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法 因为当初电视以媒体垄断防治为优先 可是我们有一个维护多元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更积极点 我们就把维护多元 或甚至促进多元放在前面 这个草案的法律的名称 因为我觉得怎么来讲 当你促进多元 就刚刚讲的市场或通物的时候 它自然它垄断的压力就会少 再补充一下 好 连我都想讲话 不过我这样 我自己就不能再耽搁时间了 我们就这场先到这里 等一下机会也许大家再进一步 交换一件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老师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大概 十点二十分左右 十一点二十分左右 十一点二十分左右 好抱歉 谢谢谢谢 外面有饮料茶点 欢迎各位老师 各位在场的朋友 还有在网路直播前面 观看我们这场论坛的朋友 大家早 今天这个第二场次呢 要由我建制知识管理的余嘉章 来跟各位主持 这场次呢 其实谈的也跟上一场次 有很大的相关 因为在前一场次非常热烈的讨论当中 大家都关心到了产业 特别是不管在台湾目前的这个传统产业 或者传统的这个媒体产业 或者新兴的这个网路产业等等 甚至来自于跨两岸 或者说国际的这个产业 国际级的这种社群媒体 到底对台湾 会造成这个新闻传播业界呢 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而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透过法律的规范呢 跟着大家所关心的 那这场次主题二 广电法规与产业心力如何双赢 这个题目设定的是希望说 在这个规管的过程当中 到底我们的广电法规 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怎么在规范 而这个规范到现在 如同前面 包括像庄社长还有武理事长 已经提到变化太快了 要怎么管理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稍微delay了 我就不多说 我们先介绍这一场次的 来与会的来宾 还有专家学者第一位 我邀请从我右手边 这个是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秘书长 唐之梅唐秘书长 接着要介绍的是 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 新闻总监王胜春王总监 原定今天要到场的 立法委员许玉仁 很抱歉因为他刚通知 立法院现在正在省一些预算进度 他有点在那边延误了 可能这场次目前赶不上来 那后面还要介绍的是 我们师大大船研究所的教授 陈平宏陈老师 那这一场次 谢谢陈老师 还有包括几位业界 还有外面我们知道的 机协来共同参与 那首先 我比较斗胆 先请陈老师跟我们看个场 好不好 这个题目 给我们做个大的指导 谢谢 主持人大家好 从我开场其实有点麻烦 是因为我刚从上礼拜才回来 我其实离开在台湾 这个是休假已经好几个月 所以台湾目前的一些变化 我就很努力想去follow 可是很多议题 其实老实讲都是旧议题 如果有人可以解决双语 那就是用一个大家最流行的字眼 就叫做神 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神 可以如何让产业法规消费者 应该是说三名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有一点点难解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保障消费者 然后一个合理的法制规范 然后让业者有钱赚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人都在思考这样子的问题 那目前大概这个问题 比较会聚焦在整个反媒体垄断法 那反媒体垄断法这个议题 在我不在台湾的这几个月 又因为凯博的退出频道代理 好像又激起了一些联谊 那我想我大概就从这样子的一个目前最新的 因为我觉得《反媒体垄断法》谈到有一点点 不晓得还有什么可以谈 所以我就比较针对 根据我自己的一个了解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现况 那富邦退出频道代理 基本上大家还是给予肯定 可是富邦退出频道代理背后 比较critical的思维说它有什么盘算 这是我觉得大家在了解 产业发展必须要先去思考的 那退出频道代理这件事情 其实早在 我就讲了 就有点人老了 就喜欢讲历史 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 或者是 反垄断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媒体 运动的潮流趋势 大家就会去思考 话说在2002年前后 或者2001 那时候当时有一个 新闻局长叫叶国新 叶国新他不是 我们这个整个媒体产业界的人 但是他非常的努力 想要了解 台湾媒体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时候刚好也是有线电视 芳心为爱的一个 很热门的产业发展 所以有一次叶国新找我去跟他聊一聊这个问题 我很简单的丢给他一句话 如果谁敢 把水平跟锤子整合 有线电视产业的关系切断 我觉得台湾的有线电视产业的问题可以解决一半 那是我2002年说的话 我现在不想的人不能转出他的话 我想现在欲集长 欲集长现在人在哪里 网络直播很害怕 我就他们只收我的音不能拍我的人 我不是有一个造作 我是一个很害怕被认识的人 所以我是 我喜欢 我常跟我学校 我喜欢穿短裤 穿拖鞋 穿T恤 就在公馆吃双漆里没有人认识我是谁 所以请帮我打马赛可以 欲集长很简单的告诉我 这是政治问题 我不知道各位听懂不懂 这是政治问题 十多年过了 十四五年过了 我们还在这样子的困境 所以基本上富邦如果愿意退出频道代理 基本上我是肯定的 但是对不起我比较严厉 我觉得富邦还是有一点点违德不足 因为富邦手边还是有频道 我没有说我们必须干净到 经营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不能经营频道 我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可是这才是解决有线电视问题的一个根本 我常常举例 想问我告诉我的学生 今天我如果在大安区成立一个有线电视系统 我要在这里跟现有的两家竞争 然后我是一个财团 财力很雄厚 可是我没有任何频道 我只想经营一个第四台 那我业者到大安区来 我要如何把我100个基本频道填满 如果你是业者你会做什么 我一定会去做所有大安区居民的市场调查 你们想看什么频道 不要骂我蛋头 我当然知道频道价格不同 但是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当一个系统业者没有任何频道 他频道的取舍除了价格之外 就是民众爱看什么 富邦现在不也在推这样子的概念吗 凯博现在在推这样子的概念 我相信凯博推了好几年了 就是将来频道把它打回原型 大家都没有 那频道系统业者的频道的取舍 就靠收视率吗 所以我很反对收视率 上一届NCC的委员会 就一直在推收视率 作为频道计价的标准我反对 我反对不是因为我有更高明的标准 而是收视率已经把台湾的影视产业 被害到这么凄惨了 我们还要再把这个大凶手再重用它 我是觉得很难 可是我必须很诚实地承认 目前到底有没有比收视率 作为频道计价标准更好的办法 套一句不负责任的话 叫做公平上下架机制 我常在跟梅文的同众说 公平上下架机制 真的很像蛋头讲的 对不起我不是在那边骂到别人 他们叫我讲话要小心 我不喜欢直播就是这个原因 公平上下架机制是没有标准的概念 我也知道要公平上下架 谁不会讲公平上下架 公平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来预测一下富邦下一步 大概就会提收视率 叫做公平上下架的标准 那我们接着下来就要去讨论 大家同意收视率当做公平上下架的标准吗 但有些人说不行 要量跟词要同步 好很好我也会说 收视率收视值 那词如何转化成架架的标准 问题又来了 我参加这种公开的场合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会丢一大堆问题 但是我都没有答案 我希望大家要去思考 这个产业的发展真的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回归到我一开始在2002年01年 我有点忘了那个时间点 真的如果有人敢把水平跟垂直整合回到 我是一个财团想要在大安区经营第四台 我一定如果没有任何频道 我一定先问大安区的居民要看什么 当然价格还是要考虑进来 因此 我觉得富邦在做下去 这件事情可以对台湾的这个产业 产生一些影响 毫无疑问这是好的 可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是 水平缺制整合解决了吗 接下来的问题是 什么叫公平上下架 他们刚提醒我不要讲 但是我还是想讲 NCC现在决定要求凯博不能把民事两个频道上下架 所以我有讲错NCC的政策 因为我这 请原谅我这几个月我在台湾 资讯可能不是那么 如果我是凯博 我不会撤回 我会反问 NCC告诉我 为什么不能把这两个频道下架 如果这两个频道都没有人看 我如果凯博拿得出 凯博现在自己在做收视率 那就是没有人看 NCC如何叫我不能下架 所以现在其实NCC 第一个要解决水平缺制整合问题 第二个公平上下架的责任 不应该是业者单一的责任 虽然我有一些想像 我有一些想 因为这一两个礼拜来 我都在想公平上下架这个机制 我不想再说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空话 谁都会说 好比较重要 那我刚想说 那我等一下说 我可以自己再去写一篇投书 我很喜欢投书 我不喜欢这种公开场合 我习惯用自己的笔 去把自己想的事情写下来 我目前是有一些公平上下架的想像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很稀稀的事啊 学界、产业界跟政策界 而且官方都应该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不是凯博单一的责任 如果是单一的责任 如果我是 当然学者想像都比较单纯 我真的会说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下架 我不认为NCC有答案 只是业者嘛 就是官两个口他比较大 好 这是我第一个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产业要双赢 真的要解决 产业目前面前面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我一直在挣扎 我要不要提 因为也在讨论提纲里面 可是我发现 我越来越发现 全台湾现在大概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反对这个议题 我反对把党政策条款修掉 我到任何地方我都表达这个立场 回想当年 所有的美改的老师们 我们都要求党政军推出广电媒体 现在好像 我不曉得有没有在讲到胡老师 美改的多数的立场 还是认为这条要修掉 我可以讲出十个理由 为什么要修掉 我可以讲出十个理由 但是我只有一个很基本的民主政治的ABC 党政军为什么可以拥有媒体 全世界没有发生过 只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 我记得洪秀柱曾经在立法院派出制 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订定党政军 推出广电媒体的条款 为什么台湾要有 很简单 因为这是民主政治的ABC 集权政府不会定 民主政府不会定 因为他本来就不可以 那现在最被攻击的是 反对党政军 推出广电媒体 不修的一格论书说 连一股都不行 这个太恐怖 没有错 我一直在努力的回想 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初 就是一九九几年到二零零几年 大家在推反对党政军 拥有媒体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很努力去思考 有哪一个学者 反对就是推动党政军 推出广电媒体的学者 有哪一个学者告诉你一股都不行 我后来想说我自己陷入了这个混乱 我被大家弄乱我的思绪 回想当年的主张是 党政军不得介入媒体经营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人谈到一股 两股三股八股 立法的精神要维系 党政军在台湾的历史 有很恶劣的环境背景 所以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 台湾才会出现党政军 推出广电媒体这个条文 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你也可以告诉我 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所以不应该入法 就像我们也没有哪一条法律 我不是念法律背景 规定每一个人要孝顺父母 我不晓得中华美国没有法律 就是要孝顺父母 难道中华美国没有法律 要孝顺父母 我们就不应该孝顺父母 就可以不孝顺父母吗 我没有很严谨的法律背景 但是我只是在思考 党政军推出广电媒体 全球的民主国家没有 有它的历史背景 台湾要有它的历史背景 我绝对没有主张连一股都不行 党政军推出广电媒体 受缘到根本 我们只希望政府要立法 去规范党政军 不得介入媒体经营 那好 那又来了 你们这些蛋头只会讲理论 你告诉我 很多人的论说很简单 这个管不了 不要管 这句话我听不进去 什么叫做管不了 而不要管 我常跟NC说 该管就是要管 我们要努力的去管 不然我要你这个政府干什么 我们有不能管的事情太多了 难道我们就不管吗 我刚才在半开玩笑 家里小朋友不听话 那你就不管了吗 很难管 这些小孩子谁管得了 我在大学讲课也是大家睡成一团 你要不要管 有的老师就说不要管 那我也知道 当学生睡成一团 我要烦死说讲得太烂 可是我也要想说 我能不能把人吵醒 听多少算多少 至少我的个性 我不能接受 因为很难管就不管 那我会反问 难道你们觉得 党政军应该控制媒体吗 我们不都是觉得不应该吗 那不应该 为什么现在会被NCC搞到 连一股都不行 我从来没有主张过一股都不行 你们可以看我整个论述的 我的资料都在我的部落格 虽然我这个人没什么学术著作 但是我说的想法都在上面 欢迎各位可以去谈 我真的不觉得 我也跟NCC说过 党政军推出广电媒体条文给我留着 你可以从司法 你记不记得当年在修党政军 在修广电法 你们想过霸凌集团 那时候代表人是雷倩 他为什么可以蛮重视 广播电视法 外国人不可以投资广播电视 母法有此法把它排除在外 我还是要强调我不是法的背景 我希望法的人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母法党政军不得退出 党政军不得介入媒体 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 也应该用这样子的词汇 可是你执法该怎么去防范党政军 不能退出广电媒体 这才重要 我真的没有主张过 连一股都不行 重点在于介入经验 那当然大家就需要记得 计时广益 我大概就从新的发展 跟我一直很坚持的 我刚刚真的不是开玩笑 现在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跟我一样 愿意站在反对 反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 其他修调的人 胡老师是吗 好像不是 对很多人都不是了 但我还是坚持 我希望我今天 如果有任何的机会 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 我为什么坚持这个条文不能修 它不是一股都不行 我在意的是介入经验 那有些人会说很难管 很难管 也不能不管 不然我要你这个政府干什么 好 谢谢 好 谢谢 陈平永老师 这个 你透过声音 跟大家讲得清楚 我们又听得更清楚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 刚刚虽然有直播 我们还是尊重你的这个意思 这样下次 在外面行动 你也方便一点 这个陈平永老师的坚持 我们都一直很尊重 以前我记得在 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有同仁说 我要采访陈平永老师 我说不要 你可以私底下请教他 上镜头他不同意的 我们要尊重老师 这是一定要的 可是 陈老师的意见 又非常重要 所以他 愿意来 我真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除了陈老师之外 接下来我要邀请的是 呃 这个台湾 数位 光讯科技集团 新闻总监 王胜春王总监 那他因为 业者我 本来要好几位要邀请 陈老师 我本来想邀请 就是他 有时间上的因素 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请王总监 先在这场次做代表 下一场次 我们还会有其他业者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刚才听到说 本来要邀请其他 叫我们一直想说 应该有其他 比较属于大规模的 这个MSO来 那如果想说 我们今天愿意来 就是站在于说 我们对这个议题相当关心 那我们台数科的历史上 也一直说 我们真的是俱进 我们也很希望说 听到老师给我们的意见 那我们老师的意见给我们 我们也就是能够 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但是 但是 实物界 有没有什么 比较说我们的困难 也想来表达给老师 来了解 那为什么未来 就是我们台数科 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想 我们 是站在一个被害者的立场 这样讲也太多了 那至少说 我们希望说 毕竟我们 去年买了东森电视没有成熟 我想说 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这个经验 就像说燃烧自己 来照亮整个产业的立场 来跟大家做分享 但是我觉得我们 目前 我有三大点先来表示 第一个就是 我们认为说 心力还是要大于除弊 因为我看现在修的这个草案来讲 我觉得对于业者限制很多 但是我觉得 没有去思考说 面对于 现在目前产业面临很大的竞争 你要让有限电视能够去保有它的竞争能力 其实你是要去把这个整个把它解套 让这个有限电视它更有竞争能力 毕竟我们看这个国外的这个很多的案子 都是超于整并的一个方向在走 那唯独台湾 他把它限制 然后你就是不能够去让它长大 那对我们的立场 台数可是在全台湾的市占率占6% 那其实如果能够让我们 更加的能够稍微成长的话 其实就是符合我 第二个要讲是 其实 要打破垄断的方法就是 加入竞争吧 那加入竞争之后 我想 一旦有竞争之后 它垄断的局势就不会 目前像现在一样 牢不可破 那第三个我要讲的是 那第三个我要讲的是 我们就是 我们认为说 平坦要经营内容 那才能适度的让这个媒体能够活得下去 也能够去发挥它的自主的一个能力 那首先第一个心力大于除弊的一个立场 毕竟我们现在 目前 NCC 所草宁的一个草案 画了很多的这个 红线 黄线 奖线 它都 站在于说 好像把我们当成是一个 要犯罪的人的一个 要做坏事的人 一样的一个 来帮我们管制 但是有些人是我们也很期望说 NCC就是有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定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主軸 让我们朝那个方向来前进 我想这个都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向 那垄断加入竞争呢 其实我们台数科 我们四占率大约6% 那我们在中南部 那我们一直说 透过我们的加入 能够打破这个竞争 其实如果我们 我想当初 如果让我们整并能够成功 我想目前大家 就不会到现在出现到 你频道代理商 甚至业者 现在搞得好像 台湾 不仅各位老师 甚至包括我们业者 我们不知道 未来的发展在哪里 就是说未来这个情势的演变在哪里 其实刚才这个庄社长讲得很好 就是 其实现在垄断最大的反而是社群媒体 那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认为有线电视很大 可是在我们的立场 其实我们认为有一个更大的就是中华电信 那你看中华电信 我觉得它现在的方式 就像朝向与像MOD的方式 它就是我们感觉了 现在就在做有线电视要做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它回过头来 就是做有线电视已经在做的一个方向 它的找了很多的内容商进去 可是它那些内容商 其实都是有线电视现有的内容商 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如果这样的情况没有去改变的话 可能五年十年有线电视不见了 那反而就造成一个中华电信来垄断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举例就是在2015年 我们集团的总裁简生元先生 他得了第十五届金士奖的贡献奖的时候 他讲了这样的话 他就说如果没有有线电视 那台湾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他有讲了五大点 第二如果没有有线电视 那城乡的差距将会是非常的大 就像新一乡神木村的学生 可能没有办法像大都会的小孩子一样 接收到立即的一个讯息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救灾能力 不可能这么快速 像当初我们中投有线 在当初921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遭受很大的损害 包括各界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都把资源涌入到我们有线电视 那代表说透过台湾有线电视的一个发展 很快的把讯息传达出去 甚至311大地震 我们也把我们的资源 能够散布到国际那边 那第三个 这就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当初没有台数科 来积极发展这个网路的话 那中华电信现在的缩费 会是怎样的情形 还记得10年前1.44M也就是俗称的T1 那2M就是E1 那时候它的价格 大概一个月要7000到14000的一个价格 那透过我们台数科 那时候积极发展广路 造成市场有了竞争之后 所以它的费用马上就降了 现在2M我想就是不到一颗饭款的一个价格 那甚至说它的价格完全不用是用赠送的 那大家想想以后没有竞争的话 这情况会多严重 那第四个就是内容 因为有线电视的话造成台湾有上海的频道 也造就了很多节目内容 也有很多的一个制作人 造成台湾毕竟是一个文创很发展的一个产业 那再来就是 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没有有线电视的话 台湾的政党的转移 是不是能够像现在几乎没有流血的和平转移 其实这个就是有线电视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个贡献 那其实如果大家都朝这样的路再走 那其实这个有线电视 万一哪一天变成某一家独大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可怕的 刚才这个邱子行长讲过 这个台湾的有线电视是两大一中两小在被卖奶卖去 我要稍微做一下这个说明 卖来卖去这个其中的两小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客 其实我们台湾客从头到尾都没有经过外资的手 就是没有卖来卖去这个历程 因为台湾客我们很坚持就是 我们必须要有本土的有线电视本土的内容 所以我们曾经也有机会用很好的价格来转秀 但是我们都很坚持 我们要让台湾保有我们本土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们留得下来 而且我们很认真的在做 这个就是要呼吻说 第三点就是我们平台经理内容方面 我们认为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内容的话 那其实这将是相当的恐怖 尤其在我们台湾客 我们又站在一个中南部的一个地场 我们希望说能够更多中南部的声音被听见 那像其实我们做这块地方新闻产业 我们已经做了20年的一个时间 那也很荣幸像昨天的卓越新闻奖 台湾客又得了每日新闻节目奖 其实这已经是台湾客第三次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 不要说得到这个新闻奖 其实我们知道卓越新闻奖 在台湾有相当高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作用 不要说得奖包括其他有限电视连入委 我想都是相当的困难 那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在做 代表说我们对这一块是相当的忠实 我们也很期望说 是不是能把我们的内容做得更好 让全台湾的民众来看见 可是目前的情况 我们的内容只有在我们区域播 我们没有办法让更多的民众来收看到我们的内容 其实我们台湾客也很积极的在做内容方面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有我们这个陈玉华总监 他就现在领导我们就是把吴念珍导演的团队来加入 代表说我们真的很有心来做这样的内容 不是说像大家所讲的 我们经营内容 我们就是要掌控这个市场 我们要来掌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大家如果有发现 当初我们要去并购东森电视的时候 我们也提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万一我们有并购成功 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内容 提供给MOD 或提供给其他竞争者来使用 我们不设限 我们认为 我们不能去防止竞争 我们要加入竞争 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 那刚才这个另外这个老师有讲的 这个分组付费的一个方面 其实跟公平上下架 在我们业者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们很混乱 毕竟这两个我们在我们的看法是互相抵触的 好我们现在就以更实际的层面来讲 好我们来分组付费 所以我们以后的频道 让我们授权我们的业者来提出好了 现在它的内容就是14个 可能14个 应该14个必展盆频道 加5N 就是五个类型的频道 那N就二嘛 就有两个频道 那再加上一些付费的一个频道 那其他不想我们来讲 这个最受关键就是5N 那我今天好了 新闻频道好了 我只要挑两个频道 那我不管挑哪两个 我就得罪了其他人 那我挑哪两个的话 那是意味着其他没有被我调中在 在这个基本频道的 那业者他如何生存下去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 他如何生存下去 那这个是不是又跟公平上下架来比触 照这个老师讲的 也对啊 如果我这个收视率不好 照到底我业者有让他上下架的一个权利 那可是NCC 他现在又是要求公平上下架 甚至照他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规范的话 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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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跟你去做协商 你不准的话我是不能下 那这个跟分组付费我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处 到底要如何谁来把关 好了 就像老师讲的 设计很好的一个机制来把关 那我们也认为说 如果大家认为这样可行 这样OK 站在一个频道内容 站在一个产业来讲 是一个可接受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也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方式 最后我要讲的先讲一下说 这个有关这个党政群方面 虽然老师讲说没有人认同 但是我想依我们业者的立场 我们也是满认同老师的 其实就像老师讲的 连一鼓都不行 老师很像我说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曾经遭遇到说 我们不仅是连一鼓都不行 我们是连一鼓恶意的都不行 这个恶意就相当于相当讽刺了 因为连一鼓都不行 照老师所讲 他就不能接受 那在我们的业者的立场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商业行为 大家用商业竞争的一个考量 故意把你买进了一鼓 那这样NCC 其实我们觉得主管机关也是相当的为难 因为站在现有的法令来讲 如果准的话 确实妨碍现在的法令 可是我们还是很纳闷 其实我认为政府机关应该有更大的一个担当 能够去做一个主动裁量权 那我们把这个按照门再往后挪一点点 我们记得七八月的时候很多卫星频道也面临患照的问题 也面临了一个党政军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NCC那时候踩着一个很严谨的立场的话 我想这个很多这个卫星台都要关门了 因为按照这个是不能补照 就是马上你有党政群的话 你就是马上要关门 所以NCC就马上做一个解释 这个执法抵触母法 所以他认为这样就是把它认为 把他稍微排除外伤 时间往后一点点 让他给一定的期限来处理 但是我想这个我们当初的一个立场 我们认为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这个陈埃落定了 我们来讲这样的话就更客观 我们不希望说以后任何的业务者来做任何的 要让产业更近 让产业更成长的时候 结果面临到这个恶意的一个阻挡 我觉得这样是相当不可取的 那就像这件案子我们也很无奈的 毕竟我们有不可规则性 那包括说这个比例原则 各方面大家认为说台数科完全没有任何的责任 但是站在于这个现在法庭就是这样的定 所以我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认定 但是我们就是寻法律途径 我们想说NCC不能解决 那我们是送给法院来认定 那法院他的判决其实也很妙 那其实也第一次在今天来公开法院到底怎么说的 其实法院他到后来他说的就很明白 就是台数科没有可规则性 那所以他直接在裁定书表明说应提行政诉讼究计 并指出油管法目前规定不符合常理 及现今数位会有的一个趋势 那可见法院都做这样的一个认定 所以我想这个连一股二义的党政群 我觉得这个政府有必要马上做一个事实的解套 不过我也认为说党政群我们应该是不是把它思考 一个就是从他的市场认定或者说他的经营权的认定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说应该是让倾向于经营权的认定 就是说你就算你有持股好了 我们不设限几%好了 你们说几%就几% 但至少说我觉得就算你持股好了 你没有经营能力也就是说你可能买了股票 但是你让是不是让你没有投票权的话 我想这个就能排除党政群来介入经营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如果可能的话或许 是不是有党政群的这个资源的一个介入 能够让这个产业更活络 其实我们也不反对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想表达这样的一个说明 好谢谢今天来的业者台数科的王总监 因为刚刚王总监跟陈老师都提到很多NCC 跟贵人包括NCC现在所有的官员大概都在伊兰 今天同一个时间点和伊兰邀业者也召开了年度例行的研讨会 不过他们吃的蛮好的谈点蛮多的 大概跟不上 网络直播现在只能隔空跟大家介绍他们现在人在伊兰 很巧的今天我们也做了这样的讨论 我不是刻意 而是其实这个议题本来就在我们应该要讨论的议程当中 那接下来我要请的是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唐智梅秘书长 因为站在记者协会的角度 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他在这种产业当中生存 一方面要看老板一方面要看法规 一方面要看整个生态的趋势 眼镜潮流等等的变化 记者作为一个产业当中的劳动者 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议题 想请秘书长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各位好 我是台湾新闻记者协会 那我这边先提11月发生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民事新闻台在南部上架 然后遭到凯破的拒绝 然后有两个新闻台下架这样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是在我们11月的时候 因为那个有记者提问 那个针对悲观的事情提问的那个投共说法 然后结果有招到那个国防部部长 在立法院的一个场合里面说要奉杀那位记者 那我们记者这边发了一份声明 就是针对奉杀说希望那个部长这边回应 那个能够道歉然后做回应 那这样的一个声明出现之后 我们协会的脸书这边大概接到了 大概会有出现了一个十万次的一个处几率 这个在我们协会过去其实是很少见 那这个也出现了上百分的那个一个 谩骂的一个回应 那我想其实我们记协这边的立场 其实主要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保障记者的工作权 以及新闻自主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 那其实我想反媒体垄断当初在成立之初 其实它也是因为这两个一个重点 是希望保护记者的工作权 以及新闻自主这样两个立场而产生出来的 那从这样的两个概念来看 当然除了封杀这件事情 我们是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坚守住记者的一个采访 新闻采访制度的一个权利之外 那我想很多人其实在那个上面的回应都是说 记者是不是应该要有些新闻自律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想新闻自律这件事情 其实在早年的时候这部分 其实大家如果从事新闻科系毕业或是新闻工作 这个部分的概念可能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会认为 很多记者是没有自律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必须要从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个 就是那个收视率这件事情来看 因为太多的电视或者太多的媒体太注重收视率 但是如果说收视率这件事情是放到第一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新色这样 或者是说你可能觉得那是标题下的很耸动的东西 那个新闻才会是被大量阅读的一个触及率的新闻 那这样的东西它可能就会偏离了新闻的一个发布的原则 那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不能让那个业者 或者是让老板知道说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或者说它其实应该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新闻原则的话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收视率这件事情 或者说收视率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撇出的话 台湾新闻的那个这个水准或数字这部分是很难提升 当然我想其实但是在那个数字提升上面 我其实一直很希望说是不是 因为像刚才两位提到或是前一场提到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于说媒体这件事情 或者是那个频道上这边的扩大 都是在硬体或者是业者之间的一个整合 但我觉得是不是也要回归到记者本身 因为所有的媒体或所有的那个新闻或者财力频道 其实最重要其实还是在于记者 记者本身才是这里面内容的产生者 那我觉得这个产生者本身 我们其实是不是应该回想一下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记者 我们期待照理说 新闻记者其实应该是成为 新闻工作的一个专业人员 而不是新闻线上的一个作业人员 那目前我们的发展其实是不是有这样的 而且一个遏止的情况出现 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也是我必须要生气之明 那以上是我的白 那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要请教包括陈老师还有王总监 有没有要补充第二轮还有一点时间 也许在三五分钟之类的 陈老师有没有要再补充 其实我刚好是那个台数科的那个鉴定人 其实台数科当 我不是加害人 我先生不是加害人 因为我觉得当初台数科我曾提供一个想像 就是刚刚讲到水平就是整合 但是我其实给台数科一个建议 就是说台数科本身有八个频道 我们想像台数科的 台数科所有的系统一定这八个频道都先摆上去 那现在电视观众 第四台观众最大的困境在 我只看十台为什么我家有一百台 我只频道 因为所有的集团交换的结果 你上我的我就上你的 你上我的我就上你的 结果我家就有一百个频道 所以那个是一个逻辑 为什么水平跟全市整合造成台湾的市场的现况 我不是说系统业者不应该经营内容 那是两件事 那你拥有频道之后 你一定先上你家的频道 那我的消费者就没有所谓真正的选择 所以那时候我给台数科建议 可是台数科也不肯承诺 也就是说我台数科有八个频道 如果在我所有台数科经营的市场上 这八个频道有进入观众 在地观众所要收看的前五十米 我就让他上 观众爱看 我讲的我讲不一定是收视率 喜好度有点像收视值的概念 他进了五十米 我就让他上 今天我台数科有两个频道 如果要进不了五十米 我台数科就不 即是我台数科的系统 我也不让他上 这是我对于水平缺之城河 在所有的这些并购案 或者是我在思考反弄断法的时候 我都会很在意的这一点 所以当年我会跟叶果信叶局长 刚刚忘了补充 我们话讲出去 他其实在我心目中 是台湾很优秀的新闻局长 老实讲 我接触过非常多的新闻局长 那他那时候 他其实有这样子的想象 跟这样的困境 可是 他好像没有干多久 那到现在 没有一个局长的愿意 到包括现在NCC 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当然 我同意 而不是系统业者 不能经营内容 对台湾的层次 不能有什么内容的帮助 那个都不是我在意的 我在意的是 刚刚水平缺之城河的问题 然后 第二个党政军的问题 我刚忘了提醒 我常跟我的学生说 要说服我 同意党政军 退出皇帝媒体三调 你只要说服我 一个问题就好 我的问题很简单 你要说服我 被监督者 可以拥有监督者 我就同意 党政军可以拥有媒体 如果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 被监督者 可以拥有监督者 如果你还是民主政治的思维 我愿意放弃 对党政军 推出广电媒体的坚持 如果有人可以说服我 不然在我简单的脑袋里 党政政府就是应该被媒体所监督的 怎么反过头来政府 你现在觉得可以去拥有媒体 但我是把它简单化了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喜致的 就包括 至少我从来没有讲过一股都不行 可是行政机关用一股都不行 最简单嘛 可是他对自己造成了无法管理的状况 然后业者就顺势说 你干嘛不能管吧 管不了吧 就删除 这不是我的逻辑 谢谢 谢谢陈老师 非常重要的补充 大家听了 应该会有新的感受 王总监有没有人要再补充一下 呼吟一下老师讲的话 其实我们台数课 我们一直很热语 跟其他业者来共同竞争 所以我们一直 就是能够说 思考如何让这个产业更好 所以我们甚至内部也在思考 其实如果他有一个公平上下架的 其实就是说 透过一个很好的一个筛选 好了我来订定说 你今天你比较好的频道 那是不是你就把它列入一个 就是基本的一个频道 那你就取得一个授权费用 那你如果在原本在这个 在这个本来 比较好的一个 就基本的一个频道 可是你收视 或者你的反应 没有那么的好 你是不是就移出来 就是你用上架的方式 或者说你整个就是 移到后面的一个频道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们台数科 从来没有台试过 任何的一个公平上下架的一个机制 那其实要补充说明 就是当初我们 为什么很认为说 如果没有去有内容的话 没有办法让这个产业来提升 我们台数科长久以来 一直自律这个科技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同仁 好多年以前就研发的 就是用手机能够收看这个电视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目前遇到一个困境 我们没有办法取得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内容 虽然电视可以播 但是我们只要走出户外的话 我们就没有相对的一个版权 那试想如果我今天 我能够去拥有这个五条频道八条频道 至少说我能够先让这样的一个内容来进入 就是试图说 创造一个未来可能的一个经营的方式 让民众透过手机 也能够来看这个电视的内容的话 我想才是这个产业未来可能的一个活水 我们比较担忧的就是 目前的一个情况 或者它设计的一个机制 就是会让这个台湾频道内容这个产业 越来越困难经营 那相对的也让平台业者 面临很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思考说 万一台湾哪一天没有钱 或者说没有人要来做内容的时候 那其实对这个台湾这个产业 甚至整个这个国家安全 这个影响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思考说 如何能够让内容以平台业者来并进才是重要的 非常谢谢王总监 最后大概还剩下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今天杰妮要不要补充 好 因为在一个草案里面 其实有针对一个新闻记者的一个专业 以及新闻制度这部分有列了一个 就是补助的一个专项 那在这个部分其实记写这边是非常的期待 也乐观启程 但是在这个法案在这个草案 还没有通过之前 其实记写本身今年 在新的一年度 其实就希望朝这种方向 我们也有规划了一些走出去 就是跟国际其他国家 基本记者交流的机会 以及在那个媒体试读 或者是一些专业客户上面的一个课程的讲座 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希望说我们自己先推出 然后希望让政府这边能够看到之后 能够提供专案的补助 或者是说相关的规划这部分都能够配合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们 台湾希望记者的一些欢迎 谢谢 好 谢谢 有关这个他律组织 或者专业组织 将来这个在下一场次 还会有相关的题目可以谈 包括美观 或者说无论其他 关心媒体改革的团体 那将来会在于法律的法地位上面 跟角色功能 要怎么凸显在下一场次 我们会再安排 好 这场次大概简单来讲 我个人稍微总结两点 也许在场的 以及网络前面的朋友可以分享 就是刚刚程老师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 这个所谓公平上下架机制 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立法的草案当中 显然没有办法去对公平上下架 做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在实务上 他也没有能力去对公平上下架 做一个合理的交代 那将来是如何呢 是让业者自身自灭 还是遇到关键时刻 NCC才一句话作为决定 而这个决定 在法院看来 似乎也不太可行的情况下 要怎么衍生出 后续的问题 恐怕应该在立法前就思考 那当然从业者的角度 也谈到业者的内容跟经营 应该如何取得一个平衡 跟妥视的地位 这个在目前看起来 在法案的规范当中也是空白 那当然过去也有人在讲 NCC似乎在历任或历届的 这些法规的制定或修正过程 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 偏偏在过河的过程 又比学者或比业者来的慢 于是你过河的内容都已经是过时了 那怎么办 这个当然还是要呼吁 在立法的过程 今天很客气 因为立法委员他有事没办法来 我们下一场次 会有其他的机会 邀请各党派的立委 来谈谈这个法案 在立法院到底该如何 那最后谢谢各位 关心这个议题 因为这个法案在这个会期 以及下个会期 都还是继续要进行 我们希望透过大众的意见 专家的意见 提供给立法过程更好的品质 以及结果 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谢谢